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7人以署訂人數 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項 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 请内政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107年4月2日上午92分至下午1时26分 地点红楼202会议事出席委员 刘世芳委员等14人 列席委员江委员启程等19人 列席官员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英勤等 主席杨兆及委员政务报告事項 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 邀请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英勤 就公民投票法修正后 现行公民投票制度运作之检讨 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 本次会议经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英勤 报告委员陈天才等19人提出咨询 军经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英勤及所属 内政部护政司司长张婉宜及席答复说明 决定 一报告及寻答完毕 二委员咨询未及答复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 请相关机关紧述以书面答复 临时提案第一案至第三案决议均定期处理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 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 没有 没有就确定 进行讨论事项 请宣读 继续审查国家安全法一本院委员林俊献等17人 拟据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员陈其迈等29人 拟据国家安全法增定第5条之2条文草案案 三本院委员王定宇等18人 拟据国家安全法第2条之1及第5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案 四本院委员刘世芳等16人 拟据国家安全法第2条之1及第5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案 二审查请愿文书一案宣读完毕 好介绍列席官员 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次长 警政署保房组副组长黄找饶 饶还是饶 饶 好谢谢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法政处副组长 卢仲泥副组长 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参议陈永志 全序部退辅师副组长林春梅 司法院刑事厅法官吴元耀 国防部资源规划师代师长刘静忠 法务部参议陈永志杜忠 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组长戴毅宏 法务部组长 法务部组长 法务组员廖成又 外交部 条约法律师 副总领事 回部办事 断台权 好谢谢各位列席官员 国家安全法第二条之一 第五条之一 第五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 经上次会期第十六次会议寻打完毕 决议令定期继续审查 今天开始处理相关条文 现在进行宣读相关条文 委员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第二条之一 据中除将收集的改为收集 然后加泄露与交付 其余与现行法同 委员刘四方等十六人提案 第一项 人民不得为恐怖组织 以及增加人民不得为恐怖组织 增定第二项前项恐怖组织是细子三人以上 据内部管理结构 基于政治宗教种族思想或其他特定信念之目的 从事计划性组织性行为 而阻使公众心生畏惧 危害个人或公众安全之组织 委员林静县等十七人提案 修正第一项为 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 为外国行政军事党务或其他公务机关 或其设立指定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刺探 收集交付或传递关于 公务上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 或物品或发展组织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其徒刑或拘役 得病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下罚金 增定第二项 为大陆地区为前项行为者 处三年以上十五年以下 有其徒刑或拘役 得病科两百万元以下罚金 委员王定宇等十八人提案 增定第一至七项如下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刺探或收集关于国防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 处五年以下有其徒刑或拘役 得病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下罚金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刺探或收集关于国防以外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 处三年以下有其徒刑或拘役 得病科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洩漏或交付关于国防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 于国外或其派遣之人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其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六百万元以下罚金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洩漏或交付关于国防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 于或大陆地区行政军事党务 或其他公务机构 或其设立指定机构 或委托之民间团体者处无其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其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洩漏或交付关于国防以外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 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其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五百万以下罚金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为外国发展组织 自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全安定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其徒刑的 病科新台币六百万元以下罚金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为大陆地区行政军事党务 或其他公务机关 或其设立指定机构 或委托之民间团体发展组织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其徒刑的 病科新台币九百万元以下罚金 因而自身危害于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者 处无其徒刑或十年以上有其徒刑的 病科新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以下罚金 以下两项相次依序调整 委员刘四方等十六人提案 修正第一项如下 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其徒刑的 病科新台币两百万元以下罚金 另删除现行法第四项 办第一项第二项知罪而自白者的免除其刑 于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得减轻其刑 委员陈其脉等二十九人提案第五条之二 军公教及公营机关购人员 于现职易或领受退休职武 给予其间犯前条第一项之罪 并经判刑确定者得上司其退休职武 给予其以知灵者应追缴之 前项所述应追缴者应以实行犯罪时间开始计算 第一项有关停止领受权之规定 与所犯系刑法赌值罪章 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第一项 第33条第一项第34条第一项或第二项 国家情报工作法第30条第一项或第二项 第30条之一第一项或第二项 及31条第一项之罪 经判处徒刑而未宣告缓刑确定 且同时宣告此夺公权者准用之宣读完毕 好 现在进行协商 好 请黄委员 因为这个国家安全法 大家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修法 那么我今天看这个报告里面 大概只有国防部有一个意见 国防部大概有 然后再来就是司法院有一个报告 那么其他的当委通通没有意见 是这样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说这个法案是很重要的法案 那么内政部部长没有来 陆委会派了一个副处长 那外交国防委员会派一个什么 外交国防法务处派一个参议 全序部派退辅司的副司长 我觉得这很奇怪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到底这个法案重要吗 然后各单位的报告全部 因为我很认真在这边看 这个法没有主管机关 是这样吗 那没有主管机关就是任由我们立法院自己审查吗 是这样 我觉得有一点奇怪 那个黄委委员上一次已经寻答完毕了 那个郑天宰委员也主持过一次嘛 赵天燎央委员也主持过一次 我們也提了幾個修正案 但是因為還是涉及的很多 因為這個涉及的層面其實滿廣的 這個涉及的層面 國家安全當然很重要 這個大帽子誰也擔不起 但是你看了這幾份報告 我們就會覺得 怎麼我們的行政體系 是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我們這個重要的法案 而且如果這麼重要 那個主席 我覺得你不要把主席做小了好不好 趙偉是很大的你知道嗎 趙偉負責 對你不要把主席做小了 因為我已經連續趙著趙天才委員 趙天麟委員這樣持續下來 令定期繼續審查 令定期繼續審查 他們現在派的所有的單位主管 是這樣的主管 你很滿意是不是 沒關係 等一下 我繼續讓趙天才委員 趙委員 我上次審查這個是其他條文 當然也有第二條之一 還有其他條文 所以那天審查的 不管是詢答 以至於這個審查條文的時候 絕對不是像今天的成績 我們可以翻譯思路 絕對不是像今天的成績 這個以國家安全局來講 絕對不是組長 絕對是比組長更大的官 這第一個 以法務部來講 今天呢 這個法務部的這個參加的是參試 其實我認為 其實我認為這個上次這個審查的時候 就已經提到說這個發展組織 第二條之一的發展組織 跟這個第五條之一的意圖 意圖 就有這個大協法律系的教授 就特別提到 當時刑法一百條的修正 以及犯罪組織 就是這個審查條例 犯罪審查條例的一個廢止 當時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當時有一個背景 所以去廢止了這個犯罪審查條例 跟這個修了刑法一百條 所以以現在國家安全法第五條之一 是用意圖犯 意圖犯 跟刑法 原來的一百條是意圖犯 後來刑法修了 後來修了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今天都恐怕都不是參試 法務部來講就不是參試 所應該可以去決定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是 上次我們討論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正好 那時候正好有新黨的事情 那一次 這個 這個 所以當初有正好談到 後來那時候沒有審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當時的層級比較高 所以這個我是建議 這個還是要請能夠決定的 相關的官員 能夠來參 來累積 主席 請劉委員 這個有關於國安法 第二條 第五條 還有五條之二的這個修正草案 其實我們已經在不同的委員 會討論過相當多 包括概念性的東西 那最主要也是回歸到 不是只有因為王秉中的事件 最主要是回歸到原來 在洪仲秋事件的時候 當時我們對於陸海空軍的刑法 或者是說有沒有涉及人權的問題等等 就一直演變到現在 那當然法條上面的更替 也是因為有新的法律案 譬如說我們最近也要修改 所謂的這個軍人的年金的部分 那所以其實國安法裡面所適用的對象 不在於管理機關本身 因為有相當多的機關都可以 因為是在於他除了軍人以外的其他公民 如果有涉嫌 不管是蒐集刺探 或是洩漏國家的機密的時候 都可以適用國安法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討論 其實在上次尋答的時候 很多機關的相關官員 都已經針對這個部分 提出他們的回應 那今天是把它narrow down 變成說只有在法條的修正裡面 有沒有跟其他的條文 或是其他的法律上面 淨和上的關係 做一個統合的整理 那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所派來的機關的這些代表 沒有辦法回答問題的話 那是他們失職 可是我希望說 國安法可以趕快往前走 因為國安法一直遲遲 不願意做這個條文修正案的時候 未來一定有很多專法律漏洞 包括我們現在有很多 已經被判刑的這些軍事官 他們仍然可以領退奉 然後在那個 對於好像我們國家 給他的懲罰來講是視若無睹 甚至有些好像只有判一兩年以後 出來以後又領完全的奉級以後 還要參選縣市長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不行啊 所以我覺得說在時間上 是有一定程度的緊迫性 那如果說委員對於有一些 那代表的機關沒有辦法回應問題的話 那就請他們派更高階的過來 我是覺得國安法的審查 還是要繼續往下走 謝謝 好 請古拉斯委員 有關主管機關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許多法律也是沒有主管機關 就是因為各機關都是主管機關 例如原住民族基本法 也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各式各樣的法 所以其實也就是說 各機關是適用本法 那第二個就是能否也請這個議事人員也說明 這個法被派到這個 被分到內政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在我的記憶中 稍後也可以請機關來釐清 在行政院裡面把這個國安法 分給國防部跟內政部來主辦 當時是什麼樣的背景 也請稍微說明 第三 我還是覺得 我們今天依然可以按照 來針對法條來繼續進行討論 因為曾如剛剛劉事方委員所說的 我們已經討論很多次 那麼我們立法院在審查法條 尤其是針對像這樣的 所謂沒有主管機關的法條 那當然我們有立法權可以繼續進行審查 那針對有一些條文 例如說鄭委員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異圖範的討論 例如我們在這一次五條之一 王定宇的這個版本 他就沒有針對意圖來進行懲罰 所以針對法條實質的內容 或許其實我們可以繼續在委員會 來主條討論往前推進 這個是本席的看法 好 請黃昭順委員 主席 我覺得大家不要把整個的焦點 把它又弄亂了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委員說不審國安法 本席之意的是說這麼重要的法案 我們行政單位 我們的主管 我們不管是內政部 國防部 或者是司法院 法務部 跟國家安全會 安全局 大家把這些法案視若無睹嗎 我們立法院的慣例 只要是審法案都是最重要的 那這麼重要的法案 如果大家都認為這麼重要 那麼我們的主管機關都不用來看 來跟大家一起加入意見嗎 你看他們寫的意見 我看了就覺得很好笑 這個是司法院的報告 寫到最後就講什麼呢 本院都沒有意見 還是不願意講 我能不能請主席 我覺得沒有人說不審這個法案 能不能你請那些相關單位 把他們可以決定事情的人 請來這裡答詢可以嗎 我來我來我來 請政天才委員 是沒有錯 我們在決定法案 我在說 上次我們審國安法 我主持的 然後不禁朝野協商通過了 通過了 結果主席總處有意見 因為他當初派來的成績很低 有意見 到現在民進黨團都不願意簽字 都不願意簽字 這個就是跟主管機關有沒有來 他的成績關 這個成績有關係嗎 那為什麼到現在 沒有簽字啊 一直沒有辦法 上禮拜沒有辦法刪讀 民進黨團不簽字 我去找我親自去找柯總召 就是涉及到這個 這個原住民族的地區被列為 這個 國安法的一個 列管的一個地方 結果主席總處他有意見 就是因為他成績太低嘛 就到現在沒有 本來應該刪讀的啊 這裡面條文也有 古拉石條文啊 我們已經送出委員會 而且而且不經協商的啊 我去拜託柯總召 我說這個主席總處有意見 就會產生這種問題啊 好請管碧林委員 謝謝各位委員 各位列席官員大家好 我聽起來是大家的關心 當然也有意義啦 因為很希望說這麼重要的法 然後我們能夠順利的審下去嘛 但是 畢竟還是我們立法院在審查 而且我們內政委員會 比我以前在什麼 教育交通或經濟 更好的地方是 我們立法院的法治局 也都有派人 隨時都陪同協助我們嘛 好 那今天也是次長來了 所以能不能我建議 我們就折衷一下 就是說 我們開始進行協商 然後協商下去的時候 如果很順利 我們就往下走 那如果協商的過程之中 發現 哪個部會 他在回答的時候 讓我們覺得 他就沒辦法 好回答會好學啊 還要叫他比較高 占償 會高完 來這裡有辦法啊 那時候 我們就說 主席是不是休息 讓他們更高層的人來 總是 我們開始走看看嘛 卡住了 我們就休息等他們來 好不好 我是這樣折衷 各位委員 我們是不是 照管碧林委員的建議 我們進行協商 我想 當然大家說 那個折衷大家都可以 可是我請主席 能不能把相關單位 你自己看那個表嘛 你們去做比較嘛 我不是說 今天來的層級低 我也沒有 我沒有這樣子的意思 但是至少 這也是對立法院的一個尊重嘛 能不能請主席 請他們 能夠派 請他們去聯繫嘛 這是最基本 也是審法案 對立法院應該有的態度嘛 怎麼會是這樣呢 我們立法院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嘛 你能不能同時進行 那個黃委員 我們立法院不是他們的那個立法局 沒錯 因為這個都是委員的版本 你這個你去請嘛 我想我們進行協商 如果看那個黃委員 你認為說他們該誰來說明的話 問他們是不是可以馬上聯繫到可以決策的人 因為有一件他們就會講嘛 而且他們的報告裡面 目前看來也沒有意見啦 如果有意見等一下就請他們來說明 這樣可以不可以 我猜喔 我們今天審這個 國會聯絡人 大概我們剛剛的過程也都回報了啦 所以該stand by的那些官員 心裡也有數在stand by 那是不是我們就照折衷的意見 先往下走這樣好不好 好啦 黃委員拜託啦 喝一個咖啡的協商 是在賠償啦 我也無意啦 不是這樣子的啦 對不對 主席 因為 憑良心講啦 沒有沒有 我覺得 我真的很有意見 我真的很有意見 當然啦大家都知道民進黨現在 人很多嘛 我們國民黨手擠起來腳擠起來 都輸你們民進黨嘛 沒有啦 所以你們想要怎麼改 你們就要怎麼改 可是我覺得要怎麼改的過程當中 還是必須要很 第一個要慎重 第二個 你不能說 當然是立法委員自己決定 決定這個法案要怎麼修 可是 畢竟我們還不是在這個 當然也有一些是法律專家啦 有一些也不是啦 所以我想 我們也不需要說 每一次在審法案的過程當中 都是用這種方式 就輸得過 輸得過比較再說 這很奇怪耶 好 請古拉斯委員 好 關於黃昭順委員的意見 那個主席 等一下你要處理 不過我只是要那個 稍微再提醒一下來的 這個機關的代表 我舉剛才 政天才委員講的那一例為例 我們上一次 幾乎要出委員會的版本 但主計處有意見 不是因為層級很低 是因為主計處 你們派來的人 對法律的見解錯誤 所以當我們要送到民進黨團 去協商的時候 才發現說 你們搞錯了 後來才到我的辦公室 例如 政委員應該記得 那條法律 因為政委員很關心 說如果再設軍事管制區 在原住民族地區 要設軍事管制區 所生的這個損失 要賠償給原住民 結果你們主計處的見解是說 該條是要訴及既往 所以那個時候 主計處在 對出委員會的版本的 法律的見解就錯誤 所以我們希望稍後 再進行逐條的時候 你們認真地跟著我們一起開會 不要出現在我們進入協商 這個黨團要簽字的時候 還出現了不同的意見 這個是希望機關可以 跟我們一起留意這件事 好 是不是我們 照管委員的建議 我們如果看在什麼地方 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趕快聯絡 可以決策的人來 好 那我們進行協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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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開始放過 那個 我們 就變了 他做工程 那我們 好 我們現在從第二條之一 我們開始討論 那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我們現在請劉士芳委員 我在二條之一 還有委員王定宇的部分 我是建議這樣子 王定宇委員他基本上 收集泄漏跟交付這幾個字 大概是屬於文字的修正 如果我們法務部 或是我們自己立法院 這邊的法制單位覺得可以的話 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我希望說 可以把我的二條之一裡面 特別強調恐怖組織 而且我把恐怖組織的定義 也把它寫清楚 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剛剛才看到 鄭天才委員所提到的 他在二條之一裡面 自身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之組織 但是這幾個字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但是可以再詳細定義一點 譬如說 在我的提案裡面是特別強調 是屬於恐怖組織 那如果這幾個條文可以全部把它統合的文字修正出來的話 我覺得在定義上面可能可以收到整個法條修正的一個重點 所以希望可以按照這三個合在一起 變成比較好的一個文字上的修正 謝謝 好我們這個第二條之一 只有王定語委員跟劉士芳委員 我們今天都是委員的提案 那那個 針對剛剛劉士芳委員講到這個恐怖組織 是不是 警政署你們可以說明一下嗎 來那個恐怖組織 這在這裡面有 來麥克風 報告委員會 報告委員會 報告主席 警政署沒有意見 因為這個條文 並不是警政署在主政的 不是 是 其他的部會 謝謝 剛剛主席是在問你說 對於恐怖組織的定義 這裡面幾個文字上面 你們有沒有不同的看法或意見 因為最後恐怖組織 如果在台灣有犯案 那你還是警政署逃不掉啊 其實 不能說跟警政署 警政機關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有一些案子看他的案情 警政署可能會 會同參與 辦理這個案子 但基本上並不是警政署 好那個 鄭天才會 我們馬上就可以檢視到 因為他只是警政署的保房組的副組長嘛 所以這個部分他就沒辦法 沒有辦法發言了 所以馬上就顯示出了這個層級太低嘛 好 那個法務部 法務部針對這個部分 那個主席 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先生大家好 那我想就這個條文 我們法務部 其實召開相關的一個 不同師處的一個 什麼也有去討論過 那這個對於王定英委員這個提案 我們沒有意見 這個是配合 我想行法的一個 用語的一個修正 這個文字修正我們是沒意見 那在劉四方委員 這個二之一這個恐怖組織 當然原則是我們尊重 只是說我們一個建立 因為這個恐怖組織 他可能涉及到 將來恐怖組織的定義 以將來怎樣去制裁 還有他後續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 包括跟洗錢 那一個 防治法怎樣去做一個結合 那有關於這個部分 法務部其實在 105年 7月17日我們訂一個 叫支恐防治法 其實他整個對於恐怖組織的定義 以及將來國際怎麼去制裁 整個流程他第一個 訂的是比較仔細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第二項對恐怖組織 這個定義 其實比較 看起來是比較偏向於我們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的一個定義 那因為你這個 針對恐怖組織之後 將來還有五之一的一個 刑事責任的問題 以及包括我們提到 對於恐怖組織 將來怎麼樣去防範 自治以及跟洗錢防治怎麼 一個結合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是建議 比較保留 是不是就回歸由 支恐防治法 還有這一個 他是整 那個支恐防治法 他是針對整個叫一個 什麼是一個恐怖組織 還有這一個 將來那個什麼 那一個哪些是屬於支恐 一個恐怖組織的定義 還有將來我們政府應該對這個 整量去做一個防範 然後將來哪些是屬於聯絡國 所制裁這些名單 整量去做一個審議 審議之後 以及將來是一個 一個對於這些 一個整量一個 引起的一個 整量去一個防範制裁 那這個 當然這是我們的建議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委員的一個 意見 因為這個法條將來定完 我們就是依法去做一個執行 只是說 我們建議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就合規一個專法來實施 你弄錯我的意思了 國安法裡面所制裁的對象 跟支恐防治法裡面所制裁的對象 未必一樣 你支恐防治法裡面大致上 大概是屬於資源上面 譬如說洗錢的部分 那我現在講的這個恐怖組織 未來牽涉到任何國安法裡面的行責 包括要判刑 或者是要那個病科罰金 我現在是在定義恐怖組織 你怎麼會給他寫說 在這邊不行 所以恐怖組織如果 試涉到國家安全法 是放在支恐防治法裡面 還是放在國家安全法裡面 你有沒有弄錯 法國人 我想這部分我們 我們連理事委員的意思 我們剛才是說尊重委員的意見 只是說這一個 我們剛才只是說 這個區塊 當然是說 是不是回歸照支恐治法的實施 當然定在這一個 因為支恐防治法 他的確是有他的一定的一個 一個目的跟一個流程 那只是說 這一個到底恐怖組織 將來 我們怕說是會不會跟 支恐防治法所謂的這個恐怖組織 去做一個 一個 不是混淆 就是一個混合的一個情形 我現在要處理的是 提案裡面 2條1 人民不得為恐怖組織等等等等 包括刺探國家機密交付 或者是文書圖畫這個部分 那恐怖組織的定義 現在我們在說恐怖組織的定義 你說回歸到支恐防治法的什麼 如果是支恐防治法裡面的恐怖組織定義 你把它寫下來 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參考 但是你的意思說整個都拿掉 我聽成是這樣子啊 不對吧 不好意思 可能我表達不是很清楚 我不是說整個拿掉 我只是說 這一個 怕是說 將來跟支恐防治 他的一個恐怖組織會去做一個 他可能這種情況是不太一樣 定義就不一樣了 將來那個處理流程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定下去 將來只是說這個通過 那將來我們國安法的恐怖組織 這種定義 將來執行面也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我剛才是說 這一個建議而已 好 謝謝 請黃昭順委員 我現在想了解 到底我們在整個我們國內的法律用語上 有哪幾個法案是有恐怖組織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到底在哪裡定義 這是第一個 這是我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我想剛才那個警政署在講到說 什麼這個部分 他們在什麼所有法案的過程當中 我能不能讓他們更具體的舉例告訴我 目前國內 如果像劉思邦委員所寫的恐怖組織 有哪幾個 有哪幾個 他們是把它 例如他們辦案的時候把它列為恐怖組織 這樣子去做的 我想要了解 我不想個問題 怎麼樣 謝謝 謝謝 您 要先去參選嗎 要先參選嗎 要先參選嗎 要先讓他們參選嗎 要先參選嗎 來 誰想參選嗎 我可以先參選嗎 好 那先請 好 先請 不會啦 不會 不會 等一下恐怖組織的定義啦 這個主席 你這樣問下去 你就知道 這個審查法案本來就是要很精準嘛 到底我們現在目前的法案裡面 我們的恐怖組織定義在 一定有一個法案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以劉思芳委員寫的這個東西 算不上恐怖組織 然後以他們以前辦案的過程當中 我們國內到底有多少恐怖組織 你總該讓我知道吧 現階段現在這裡 層級最高是你啊 還是次長要回答 等一下 那個法務部 那個知恐防治法 它那個裡面有寫到 恐怖活動組織嘛 等等的第一條嘛 那第二條就是 本法制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是不是法務部這邊 針對恐怖組織 那個 黃兆順委員剛講的 恐怖組織的定義嘛 是不是可以再說明一下 好 各位報告 因為這個 這個知恐防治法 其實當時是跟 為了因應我們 這個 今年對我們一個 一個評鑑 所以他是跟 洗澡防治法 做一個結合的一個 一個修法 那在這個 知恐防治法 它其實是沒有對 什麼叫知恐 恐怖組織是做定義 它只是說像第八條 民自有這些 達到恐嚇公眾 為脅迫政府 或國際組織的目的 而犯了這些罪 他只是說 你的行為 目的是這樣 然後犯了這些罪 然後有多少一個 刑事責任的一個 一個規定而已 那個主席 來 請張宏陸委員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 要 要用清楚 搞清楚 知恐防治法 它上面所謂的恐怖組織 其實我們 知恐防治法 最主要是為了洗錢 為了什麼 去制定的 其實當初在制定 這個法律裡面 對 恐怖組織 沒有特別 去定義 但我們今天 這個國安法 這個 恐怖組織 其實兩個 那個處理的面向 好像是一樣 但是是不同的 的 的 對象 這個 我覺得我們在討論前 大家要講清楚 不然你會越講越亂 所以我是不是 你們 今天國土 國土辦也沒來 然後什麼 你們 我們政府對 這個 恐怖組織 我們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我們這邊 有哪個單位 可以把它講清楚 我覺得我們要先把它講清楚 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這是委員的提案啊 我知道啊 那個是劉四方委員 他在這邊有針對 恐怖組織做定義嘛 細紙三人以上的 對啊 我的意思是要 要 要行政單位 你要 要講清楚 因為這兩個的對象 其實是不大一樣 那 劉四方委員的 的這個恐怖組織 他其實是對我們台灣的 本身 會有什麼問題我們去處理 那我們 我們知恐防治法 其實是對全世界的 這些恐怖組織 或一些危害社會 全球安全的一些組織機構 他的洗錢的問題 我們特別去針對的 這兩條法律 針對的 雖然可能都是恐怖組織 但他處罰的方式跟對象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行政機關你要把這個 用清楚 那我當然覺得 劉四方委員 這個我也是支持 只是你們要 要先把它搞清楚 好 請管碧玲委員 第一個 那個 恐怖組織的定義 在 資恐防治法裡頭 當然他沒有明白 沒有明白 就定義什麼叫恐怖組織 可是我們從他的第九條 第九條的第一項的各款 看得出他所謂的恐怖組織 大概是什麼樣的類型 那他的定義 就是犯前條第一項各款之罪 就是犯罪行為 然後達到了什麼樣的後果呢 達到恐嚇公眾 或脅迫政府 外國政府機構 或國際組織之目的 具體計畫或活動 好 那直接間接 就是這種行為 這種行為的個人或組織 所以他所指的是 某種犯罪的行為 然後這種犯罪的行為 去影響到恐嚇公眾 那恐嚇公眾這個東西 就跟劉思法委員 他所謂的讓公眾新生畏懼 是很類似的概念 我們現在剩下的是文字嘛 好 所以你自恐防治法裡面就是說 他包括恐嚇公眾 或脅迫政府 好 然後脅迫外國政府 包括我們脅迫我們的政府 脅迫外國政府 脅迫機構 或者是脅迫國際組織 大概是這些行為啦 好 這些行為我們 我們是在 知恐防治法裡面 把它當作是恐怖行為啦 那我們就從這裡下手去寫 好 那也可以寫得出 所謂恐怖組織的文字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在第一項喔 所謂不得為恐怖組織 前面只要加個字 人民不得為本法 所稱之恐怖組織 那這個時候 這個恐怖組織 在這個法律裡面 它的定義 榮獲就可以跟其他法律 定義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我本法有特別 在本法裡面 所規定的恐怖組織的定義了嗎 這也是可以解決的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 用立法技術 可以解決你剛剛講的問題 好 那是文字的問題嘛 就是只需要說 前向人民不得為本法 不得為為本法規範 跟本法所稱之恐怖組織 類似這樣的文字 然後打打打打打打打下去 好 這個就可以處理了 那第二項就 前向本法所謂之恐怖組織 細指什麼 我覺得那個我們再下來討論 因為現在的這個 這個規定是非常的寬鬆 好 它這麼寬鬆的時候 就三個人以上為了思想的目的 然後讓人心生畏懼 好 就組織讓人心生畏懼 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就是 讓你們未來的執法 在執法的時候 會變成 這個放得很寬 你們在執法的時候 會很難執行 有沒有那個問題 那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它的定義要怎麼寫 所以我覺得立法技術上 要把我們國安法 所謂的恐怖組織 這個部分弄出來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下去處理的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是看那個 第一項裡面 我們把 或其他公務機構 或其設立指定機構 我們講的是 我們都在談機構 我們沒有談個人 所以如果個人去替 去替恐怖組織 去替大陸地區等等等等 好 做這些刺探收集交付 我們規不規範 因為我們這裡 沒有把個人放進來 是故意不放進來的嗎 好 還是我們沒有考慮到 個人要不要規範 這個請問一下 那個提案委員 好 還有就是委託的民間團體 的這個委託關係 我們對那個 中國 我們 調查上 你們在執行上 你們在執行上 有沒有辦法 查得出 我們的個人 或我們國內的團體 有沒有受委託 這個你們在執行上 要怎麼執行 好不好 這幾個部分你們說明一下 好請政天才委員 好 那個 我請教法務部 這個第二條之一 現行的條文 第二條之一 按照這個條文的文字來看的話 好 人民不得為外國行政發展組織 人民不得為外國黨務發展組織 人民不得為外國的那個公務機構來發展組織嘛 人民不得為外國委託的民間團體發展組織 我這樣唸對不對 對 我知道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樣不得嗎 有這麼嚴重嗎 你不覺得這個太寬鬆了嗎 這樣的文字的一個呈現 這個人不得為外國的黨務 譬如說一個美國的一個民主黨或是共和黨 在台灣要成立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不見得要依人團法 作為團體法 政黨法 對不對 還不見得要依也可以依也可以不依 這樣就不可以嗎 是這麼嚴重嗎 你不覺得這樣的文字 我剛剛特別講了 這個有法律系的教授 就認為說我們這個國家安全法 沒有配合當時 因為刑法一百條的修正 以及犯罪懲治條例的一個廢紙 來去做配合修正 你不覺得是要檢討嗎 我們還要繼續留這樣的條文嗎 這個是不是可以 請法務部也表示意見 我是不是可以一起問好嗎 不好意思 請留言 因為我這個部分 大家特別對恐怖組織 我剛剛所提的提案裡面 恐怖組織這四個字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在我們的相關的其他法律裡面 恐怖組織的定義 我們自己國家 不管你是內政部 或者是法務部 或者甚至是國安局 或者是行政院 你們認為恐怖組織的定義是什麼 不一定是照我文字上面這樣寫 我們當然也要在乎 有一些人權上面的考量 然後你們如果認為這樣是好的 那就按照這樣文字就好 那我剛剛對於特別 知恐防治法裡面 所提到的部分 因為他沒有完整的 對於恐怖組織這四個字 做比較完整的文字上的一個 這個定義 所以呢我所引用的是 也是我們法務部 在2016年有一個 反恐怖行動法草案裡面的 恐怖組織這四個字裡面 的一個相關的文字 那既然跟著時代的演變 已經到了2018 包括我們自己對恐怖組織的 定義是什麼 你們只要說清楚 講明白 我們認為在其他的法條上面的 進和可以說的過去 我並不會反對 所以可能法務部 要在處理這個相關提案的時候 要特別去看一下 這裡面所指涉的內容跟意涵是什麼 那你們如果一句尊重來尊重去 尊重到後來 那寫出來的法案到時候 到黨團協商的時候 你們又不同意 那個這樣子是浪費 我們在立法院所這個協商討論的時間 所以真的要好好來看待 那我還再次強調 剛剛那個法務部代表所提到的 知恐防治法 其實就是洗錢防治法的一個 國際版本 那個都是跟錢財相關的 那我放在這個國安法裡面是 對我們自己國家安全造成疑慮 甚至已經造成是個 相當大的安全上疑慮的時候 要把它放進來 不能說全部是放在 知恐防治法裡面就可以了 這個可能我跟法務部代表的意見 是不相同的 謝謝 好 請黃昭頌委員 沒有 我剛才請他們跟我回答 就是說 以他們現在就是辦案的過程當中 有哪些案例 能不能跟我們幾例說明 那因為剛才我們那個 內政委員會提供了 就是說大概有這個恐怖組織的 大概有三十幾個法案 三十五個是不是 都沒有定義恐怖組織 其實我看這個恐怖組織 劉書發委員寫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真的會心生害怕 為什麼呢 他寫說 這個是三個人以上 就具有內部管理的結構 基於政治 宗教 種族 思想 或者其他特定信念的目的 然後從事計畫性 組織性的行為 而足以使公眾心生畏懼 危害個人或公眾安全的組織 就變成恐怖組織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必須要更謹慎 更小心的來看這件事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剛剛要我的助理去幫我查 例如一粒一休的時候 一粒一休 我想有很多的勞動組織 他們就應該是講特別的信念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計畫 然後就可能就產生一些 就可能就產生一些抗議的行為等等 甚至於是有計畫性的一些活動 那麼他所產生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樣就叫恐怖組織嗎 我覺得可能我們太過於把這樣子的 所以我希望警政署或者法務部先跟我說明 因為剛才法務部跟警政署都有講到說 你以往他們的 主席你能不能再請更有那個的可以來 來回答問題好不好 因為你弄到之後 你看連國土安全的也沒來 這個很奇怪耶 因為國安法最重要的就是國土安全 我們已經在聯絡了 國土安全辦公室 警政署這些我覺得都應該來的 因為畢竟他們的經驗跟他們的實務討論 還比我們還要來得多啊 對不對 好 那個再十分鐘 國土安全辦公室會派人來 那我是不是那個黃委員 剛剛有問到說有沒有過去我們的案例嗎 對 剛才因為剛才在說明的時候 他們有講到說 那個國家安全局有派人來 你們是不是有過去的案例 你們有沒有掌握 謝謝 報告主席 因為我是本身是夜館那個 國安整房的工作 那恐怖組織 相關的議題的部分 不是我夜館的範圍 所以可否請國土辦 或者是說法務部的 是 你這樣覺得很鬱鬱對不對 不會啊 你不會鬱鬱喔 拜託了好不好 國土安全辦公室的人會過來嗎 等一下會過來 那那個剛剛 對 我剛剛綜合 那個包括黃委員跟國安委員 提到說恐怖組織的定義 如果按照各位委員的想法的話 會覺得說好像我們侵害人權過重 所以我還是一再強調就是說 我們不得為恐怖組織 不管是交付或者是 英秘密的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能夠放著 但是恐怖組織的定義 如果按照那幾條的話 不是太好 我覺得是可以修正沒有關係 好嗎 那我請問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第一項那個恐怖組織放著 但是恐怖組織在聯合國的定義之下 是用那個暴力行為做基礎 那你們說我們國家有三十幾部法律裡面 也都有寫恐怖組織 但是不見得有很明確的定義 所以我們如果也比照 就是說我們國安法也有恐怖組織 然後我們不見得加什麼定義 就是說我們現在如果把它放進去 就是說現在如果放進去 就是說現在如果放進去 我們比照 但是我們也跟其他的法律一樣 如果不定義 也就是說如果第二項我們不寫 不寫定義 但是呢 我們把恐怖組織放進來 第一項 那這樣的話 可不可行 你們看看 好等一下那個法務部要說明 好 這剛才委員做這個請教問題 我想這個恐怖組織可能等一下給國土辦 他們來做一個定義 可能會比較一個精準 那剛才鄭天才委員鄭委員所提到 第二條之一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二之一 目前的一個型態 大概有兩種型態 一種就是為外國 或是大陸這些組織或委託機構 來蒐集刺探這些文書 這是一種犯罪型態 第二種就是發展組織 像最近很多 比如說像大陸這個學生來 大概就是用發展組織 那的確是第二條它是一個很中性 你只要為這些 就是符合這一條 那因為目前實務上是因為 還要配合第五條 要有一個主觀上的意圖 不過剛才鄭委員提出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你一個中性的行為 就像我們兵法一樣 清理戶籍以前就是犯罪了 但這是一個中性行為 是不是就是一個犯罪行為 所以我們覺得說 鄭委員提到這個版本 把它加到是一個 這個組織就是 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我想這個是比較精準 而且是比較一個 可能會比較不是那麼中性 就是一個犯罪型態 然後再配合這一個 第五條之一的一個刑事責任的要件 我想這是一個比較一個完整 我們是比較認同是這一個方向 那據說 這一個恐怖組織我們也認同 是一個將來加進去 只是說這一個恐怖組織的定例 我想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 舊法務部略業館大概只有制空法 但是這個制空法 它沒有明擺定例 它只是配合 國際一個洗錢的處理 其實這個是可能 國土安全辦來解釋 到底他們認的所謂的恐怖組織 是什麼定例 再把它配合進去 我是覺得這樣可能比較妥視 謝謝 剛剛法務部所講的意見 我覺得至少慢慢 我覺得可以接受 第一個就是保留恐怖組織 這四個字 在二條之一 但是有關於恐怖組織的定義的話 等待國土辦回來 跟我們告訴我們說 怎麼樣把它放進去比較好 我想這樣子的修正 我是覺得比較好 好嗎 謝謝 好 那就剩下我的第一個問題了 你們都沒有人回答到 就這種個人間諜我們不管是不是 那個 法委員 因為 像我之前在高年史委 是負責國外案件的偵辦 那的確目前 我們的一個 一個那一個 現請條文 他只限於為組織 其實最多也不是政務單位 不是大陸的 其實都是大陸的 也不會大陸的一個政務機關 比如大陸什麼中央 中華社的什麼日報的 然後吸收的 就是委託的這些機構 但是目前的確是 只限於這個 為大陸這些 這些所謂的 大陸這個 應該化身為他們所謂 香港什麼中華會的等等 但是只限於組織 但是為個人去 這個收集 目前這個條文 的確是沒辦法適用 那只是說這個是可以討論 大家覺得說 你為了國家安全 你洩漏這些機密 給這些所謂的個人 那這個個人 你覺得說 我要到國家安全 是否要列入 我想這個是可以去討論的 謝謝 這個有必要喔 因為是他們指定的機構或個人 或委託的民間團體或個人 因為是受他們指定 也受他們委託的 那你個人你不罰 只罰他們指定的機構 只罰他們指定的團體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很簡單啊 我以後都 用個人的形式出現 全部免罰喔 好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需要進一步修正的 應該弄個修正案 我們把它加進去 另外那個 另外那個恐怖組織 如果在那個 定義上還沒出來以前 我另外請教就是說 這個恐怖組織 如果加個國內外資恐怖組織 加個國內外資呢 你知道我意思嗎 好 這個將來認定上面 屬於我國所認定的恐怖組織 就是它會被包含進來啦 那這個在立法上有沒有什麼困難 或者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個 有關 官委員提的那個個人的部分 所以這個變成說 國安法當初為什麼只限收在這個團體 團體 團體 組織 而沒有包含到個人 當然 不是沒有其他法律可以處罰 有啊 個人 他個人就是間諜 我們通常講的是間諜嘛 這間諜當然也有其他法律 去規範 那國家安全法 之所以會限收在團體 就是這種的 這恐怕 看哪一個 哪一個機關要去說明這個部分 我先說明 我先說明那個政委員誤解的部分 不是只限收在 不是 是 是他們的 他們的國家 或他們的 黨 他們的政府 所指定的機構或個人 是指 他們指定的喔 所以它的背後 還是組織喔 背後還是組織喔 所以並不是說單一的個人喔 外國當然是一個那個 大陸地區也是一個 他是組織沒有錯 我說他後面所委託的 或是指定的 的那個個人呢 為什麼沒有放在 國家安全法 這個一定有他的立法的 當初的目的啦 然後個人的部分 並不是沒有處罰的醫計的 還是有啊 還是有別的醫計 可能個人的是比較親還是沒有 我不知道啊 這個誰可以說明 可能法務部還是誰可以說明吧 好那個政委員 先等一下喔 那個政委員 你有一個修正動議 在你手裡嗎 那我們是不是也一起討論 好不好 你就是在底下有加上 自身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之組織嗎 對那個第二條之一啊 剛才修正動議 我特別有請教法務部了嘛 那法務部剛才也做了一個說明 他也認為這個 這個以現行的第二條之一 只是發展組織 就確實是太 太寬鬆了 所以他是認為我提的修正動議 這個發展自身為 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組織 他認為這個方向 我來講啊 這個廣委員有一點 廣委員我只是自身兩個字 是不是就不要了 因為他是一個 對文字可以再修啦 不要自身 不是 文字可以再修 那個廣委員 外國我們講美國 外國我們講美國 的一個民主黨 在台灣發展組織 是被 不得 按照這個條文是不得 或是 美國的一個 委託的一個 社會團體 或是財團法人 不得在台灣 再成立一個組織 發展組織 就從條文來看是這樣 確實是太寬鬆了 然後他雖然會對照到 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之一 他是已經涉及到 他是意圖而已 意圖而已也確實是 本來刑法 刑法一百條為什麼會修正 就是認為意圖犯就把它 你主張台獨你是意圖犯 你就把它 認為是一個 所以才會修刑法一百條 才會加那個強炮脅迫 現行的刑法 當時這個背景 那是當初正在獨的 那現在正在捅的 或是針對這個日本的那個 什麼釣魚台不是 不是台灣的 不是中華民國的 類似像這樣都會影響到 會影響到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這個第二條之一 要能夠 比他能夠嚴謹一點 以上 好 謝謝 那個張宏陸委員 你剛剛有舉手 我剛剛是要講另外 但我覺得 我先講政委員這個 他如果 要加 以自身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之組織 可是這樣子 有時候 如果 以我們台灣當前的處境的話 那如果對個人呢 他也有可能針對個人 生命財產的危害啊 這個你就規範不到了 他也有可能針對個人 那 有可能針對個人 去處理 這個可能我們要思考 思考一下 好 你們過去有遇到過這個案例嗎 發展組織的案例 跟委員報告 但目前 國安法的案子 會 判刑 我們大概去 去了解 大概 試探 因為這個要公務上機密才會成立 所以這個反而比較少 那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發展組織的成立 包括大陸生這個案子 包括之前一些所謂 那個鄭小江那個 共諜案子 這個案子 大概這個是 目前法案是比較 可能會成立的一個趨勢 而且也是比較多的一個類型 對 那如果加上一個 Defined的文字的話 你們在執行上 會變成限縮嗎 因為我剛有提到 他將來要成立這條 要配合第五條 他心理責任是在第五條之一 那第五條之一 就是這一個 要有意圖 我要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那其實這幾個是加進去 跟這個意圖其實是 其實範圍是 範圍是大概 因為他 那將來新責任是要有這個主觀意圖 那但是實務上我看他 只要你發 那你剛剛你就應該講清楚 那意思是第二條根本不必寫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說 意圖危害國家而犯二之一 對不對 而發展組織 所以才 所以那個政委員的用意 在第五條之一就有了 第五條之一還有那個方案 他犯發展組織的罪 他有那個危害國家或社會安定 國家安全的意圖 而犯而做二條之一的事情 才犯罪了 那個 所以那個 不是不是 在第五條之一就有了 我也不是這樣 這個第二條之一是不得 人民不得了 所以他也可以要求你解散 不一定要到第五條之一的處罰 這是一個 我們就幾個最簡單的 假設今天 假設今天是新黨執政 我們講 假設今天新黨執政 以他的中心思想 那讀的 只要發展讀的組織就不行了 跟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 跟這個第二條之一 他是必須為外國而主新黨 才不行 對 他如果不是為了外國主新黨 而是依我國的憲法來主新黨 是沒問題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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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新 這個誤解了 官方也沒有聽清楚我的意思 也許我沒有講清楚 假設新黨今天執政 然後獨派的這些組織 他們也可以上綱到國家安全法第二條之一 不得 他說不得 然後你意圖為害 他也可以解釋說 因為意圖犯喔 意圖犯 所以你意圖為害 他可以更是上綱到憲法 他說憲法是統喔 他認為憲法是足相統喔 所以他更可以說 你你已經危害到了 危害到了國家安全 所以我們在這個法的一個 既然要修 就把它修得更完整 人民不得 在這很顯然的 有問題吧 為什麼人民不得為這個 美國政府的政黨 美國的這個政黨 然後發展組織 不得 對不對 如果這個政黨是 因為很多政黨 當然美國現在只有兩大黨 你也不能說沒有其他的小黨 對不對 像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或者說他一個團體 社會團體或財產法人 在台灣發展組織 就不得呢 人民不得啊 雖然他第五條之一啊 是要意圖為害國家安全 但是他前面那個部分 第二條之一 他也可以說 那你熱令解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五條之一 意圖 它是意圖犯 我剛剛講了 刑法之所以會修正 一百條 刑法一百條 之所以會修正 就是不應該 處罰意圖犯 所以這個部分是有相關的 那個廣告 那個廣告委員等一下 這個誰還好 黃昭順委員已經 沒關係 好 那個黃昭順 好 這個語意 二之一的第一項發展組織的語意是 為外國或大陸地區的行政軍事黨務 或其他公務機關 跟他們委託的發展組織 對我覺得這個 這個應該是夠的 這個應該是我們應該盡量 因為這個涉及到審判 我們是不是也聽一下 市法院的一個意見 那只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 我有看了一些 大概這個法院的判決 他第二條 他意思說 簡單講 你為了外國為大陸去發展組織 他認定你主觀上就是 為了國和大陸 社會安定了 所以在法院判決 任你主觀上要見 只要你有發展組織 就認定你可能就是有這個意圖了 所以我在猜 可能當時是沒有把它明定 是這個因素 但我想這個應該涉及到 法院的一個審判 我們還是 是聽聽看市法院他的意見 好 先等一下 來 那個黃昭順委 主席 我從剛才一直到現在 我要求他們 拿出案例來跟我們說明 到現在都沒有 那到底他們的案例 到底有多少 能不能夠拿出來 具體跟我們做說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剛才想到最近 因為在整個我們國家裡面發 有三件其實蠻大的 就是聯合國制裁的案件 第一個是城市縣 那個時候也是高雄的一個 應該是一個漁船 就是賣油跟北韓 第二個案子是資助北韓 交易吳淵煤 那個案子是以前的一個法官 叫江國法 然後第三個案是最近 也是我們最近才發生的 就是一個台商張永元 被列為聯合國制裁的一個案例 那我所知道的是 像這個江國法那個案例 是用知恐黃制法來處理 那麼其他這兩個案子 到底我們用什麼法來處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那他們這三個算是恐怖組織嗎 還是我們要怎麼樣來定義這個事情 能不能請主管單位給我說明 還有以前我們大概應該在 在這個法律上應該有 許多的案例 為什麼 有許多的案例 能不能跟我說明 到底有哪些案例 我覺得我們這件事情 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維護國土安全 當然是第一要件 第二個 清換人權 我想我們也不允許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能夠了解得更更徹底 好 那個針對黃委員提到的 有沒有過去的案例 那個司法院還是法務部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起訴的還是判決的嗎 本來司法院本來是對第二條之一 就是尊重委員的意見 不過剛才既然談到說 這個有限縮這個構成要件的問題 那當然是為了這個刑罰明確性 而且這個刑罰 畢竟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法律效果 所以限縮這個構成要件 當然這個也是尊重委員的意見 那剛才那個法務部所提到的 這個案例的這個部分 因為來之前並沒有就這個部分 來列為議題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之後 還要再做確認 謝謝 如果今天我們連案例都不清楚 那我們在整個在 你一定要有一個東西讓我們可以講 因為我們就兼顧兩件事 一個國家安全 第二個不能侵犯人權 那如果連這個東西都不能夠告訴我們 那我們這個法案要怎麼弄 這個我還是說了 能不能夠告訴我 外國跟中國 那個官委員等一下 好 是不是請黃委員的部分 剛才司法院的代表能不能讓我知道是 刑事廳 刑事廳的五法官 謝謝 那法務部那邊也沒有案例 警政署這邊也沒有案例就對了 來法務 主席不可能的 我告訴你不可能沒有案例 那個 跟委員報告 今天沒有帶統計數字來 但是這件數不多 但是這一個 這幾年來的相關案例 我也上網去搜尋過 那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大概目前 法院 我們起訴會判決的 大概都是2G違反發展組織 那這個法案只是像 比較大陸的這個 周姓學生這個案子 那像這個 之前有一個立委的助理 因為這個 他簡單來講是說 你替大陸這些的團體 來去招募台灣這些 這包括軍人 公務機關 民力機關 有一定決定力的 然後來一個 發展一個組織的 他大概就是 發展組織成立的 比較多 比較多 那大概就是我剛才所提到 那幾個例子 包括共諜案 譬小將這個案子 大概就是這些 將來是起訴判刑的一些 一些案子 我對法官的意見 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今天把那個發展組織 如果更限縮 成為發展 危害這個社會安定 國家安全的組織 這個將來你在法條上適用 會變成說 這個組織的宗旨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跟社會安定 才是屬於我們要規範的組織 對不對 發展這種組織 那只要我發展的組織 不是這種組織 我們等於今天修法以後 就全面開放了 所以將來中國政府 中國的共產黨 中國的人民解放軍 可以在我們台灣全面 全面 請我們台灣的所有的個人 或者是團體 全面去發展 他們希望我們替他們發展的組織 是喔 所以我們今天的修法要開放嗎 要這樣做嗎 讓未來的台灣充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台灣所發展的組織 而他的宗旨並沒有明白接觸 他要危害社會安定 他要危害國家安全 我認為這是高度的政治決策 所以法官你說可以獻說你尊重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 你認為呢 謝謝委員的指教 剛才一開始司法院也說明說 就第二條之一 是尊重各位委員的決定 那再次再次重申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 我再請教那個陳世憲的案子 跟張永元的案子 他們都沒有給我答覆耶 好的 好 柏法那個明確是知空法 那其他那兩個案子 用知空法來處理 所以本期現在比較想知道的就是說 例如發展組織 剛才當然那個管碧玲委員講的 好像我覺得我們整個法 應該不僅止於是真 不僅止於跟對岸的關係 應該跟外國的關係 也有直接的關係 好 例如 我剛才提的這三個案子 都是跟北韓的交易 而被聯合國所告訴我們說 這個不行 那但是在這樣子 聯合國列為制裁的案子 我本身也想知道 就是說 在聯合國沒有跟我們通報之前 我們在整個國家裡面 有沒有任何一個體制 是知道這件事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 那個我先介紹一下 那個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 黃俊泰黃主任 已經到現場 沒關係 我們先等一下 那個黃主任你先聽一下 我先彙整一下各位委員的意見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二之一 有三個版本 第一個就是王定宜委員的 第二個就是劉世芳委員的 第三個就是鄭天才委員的修正動議 那剛剛法務部有談到 就是針對王定宜委員的部分 加入收集 洩漏或交付 這個他們沒有意見了 他們尊重委員的意見 那再來就是那個劉世芳委員的部分 在這個恐怖組織加入恐怖組織 法務部也沒有意見 但是針對這個加入恐怖組織 這個恐怖組織的定義 目前我們搜尋國內相關的法令 沒有針對這個恐怖組織做定義 只有在這個民國96年的時候 有一個反恐行動法草案 裡面有針對這個恐怖組織有做定義 這個是草案那時候沒有通過 那這個跟各位再說明 那另外在鄭天才委員提到的 這個修正動議的部分 就是有自身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 這個加入法務部沒有意見 但是對於這個自身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做修正 那剛剛鄭天才委員也有說到 文治可以做修正嘛 這個再來就是那個黃昭順委員 剛剛提到的這些案例 好像國內的部分都還不清楚 是不是這樣子 那大概我們剛剛討論的部分 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管碧領委員有提到 是不是要加入個人 好個人的部分 我是匯整 我先匯整大家的意見 大概是這樣子 是不是我有遺漏的 各位委員有沒有要再補充的 管委員我剛剛有講到 你個人的部分 我已經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那是不是 那個 來 那個 是不是各位委員 那個 欸 國土安全辦公室的黃主任已經到了 齁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要 要 要再詢問的 那跟各位再補充一下齁 我記得剛剛那個 劉思邦委員有講到齁 就是 後來我們針對這個 恐怖組織的定義齁 一直都沒有找到 過去有定義的部分齁 所以他剛剛有說 他也沒有堅持啦 齁 如果做這個定義的話 他也沒有堅持齁 齁 這個部分齁 現在國土安全部是 黃主任 黃主任要表達意見的嗎 聯合國的定義是齁 恐怖組織是指 對非戰鬥目標發起 有預謀的 有政治目的的 通常故意影響視聽的 暴力行為的秘密團體啦 好 那 所以聯合國的這個定義是 有暴力行為在裡面啦 那這個是跟 那個劉思邦委員提案 不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是他用政治目的 那 劉委員的提案是用列舉式的 好 好 那我是覺得 如果要定義啦齁 那個政治目的應該是 比較好的用法 到底你們的看法怎樣 那另外就是說 剛剛我有請問的 如果我們 在第一項放入恐怖組織 然後我們也不予定義 這樣是不是OK 嘿 好 那個黃主任齁 那個是不是坐到這邊來齁 代表行政院齁 來那個等一下 先讓古拉斯委員 古拉斯委員 黃主任你要先回答嗎 好 好 好 有剛剛 剛剛我也有提到就是聯合國的定義 那還有和我們國家目前的 在以前在防恐怖行動法草案裡面所定義的 那 基本上還是依據那個上一次的部分 上一次的草案的那個定義 不過加上了幾個劣跡式的 比如說投放毒物、毒氣、病原體和其他有害人體健康物質之類的 那這裡面有講到恐怖組織是指三人以上 有內部管理結構以從事恐怖行動為中指的組織 那恐怖分子呢是指實行恐怖行動或花旗 主持操縱指揮或參加恐怖組織之人員 那大致是目前的 對他是說指個人或組織基於政治宗教 種族思想或其他特定的信念 意圖使公眾心生畏懼 而從事下列計劃性或組織性的行為 那裡面有劣跡的十項 這十項裡面有包括 那第八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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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有害人體健康物質 目前是 那一個你剛剛在唸的那個是什麼條文 返恐行動法草案 所以那個草案還沒有送出來就對了 那目前是 以前在我們96年的時候有那個草案的版本 所以從96年到現在都還沒有立法 沒有通過 那時候因為這期間 立法人也陸陸續續提出很多的版本 那在一萬一審查都沒有通過 所以十年都沒有通過 所以顯然這個案子其實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大家還是 那我再請教 陳世縣的案子跟張永元的案子 我們是用我們國內哪一個法案 法可以去處理它 就是這次北韓那個案子是嗎 有三個案子 有一個我知道是知恐防治法 那另外兩個案子呢 那個陳世縣跟張永元 這兩個案子我們用什麼來處理 目前都是 大致都是依據這個知恐防治法裡面來處理 所以如果按照知恐防治法 是確定是用知恐防治法嗎 那個主任你不要跟我含糊講 確定那兩個案子是知恐防治法嗎 對 因為我看的法務部講的不是這樣 他依據是知恐防治法的第四條第二項 三個案子都是嗎 對 都是 於知恐防治之國際條約或協定要求 或執行國際合作或聯合國相關結議 而有必要 那個法務部是用知恐防治法嗎 因為我記得上次次長在法治委員會 司法委員會的時候不是這樣回答 所以我就一直在確定這件事 我想了解 所以 非常確定就是用知恐 用那個知恐防治法 就非常確定 你要一問多問幾次你又要回去查 管委員我又不是在問你 請你尊重好不好 大家委員互相尊重 我們讓黃委員問完 因為我想確定這上個案子到底怎麼處理 對不對 那所以剛才主任所講 從96年到現在為止 這整個的案子就是 到今天為止只能講沒有進度 就這樣是不是 還是有進度 因為我們還是陸陸續續 依據那個 目前國際的情勢 比如說現在國際上蠻重視 這個所謂外國戰士的這種處理 那還有就是這些外國戰士如果要回國 他們國內應該怎麼處理 這方面的條文我們都有在研究 然後在相關的修訂的 防恐怖行動法草案裡面 去做了一些比較更進一步的研議 那也有請各部會在針對我們所修訂的 新的防恐怖行動法的草案 來表示意見 那目前都在整理當中 也在想說 如果有適量的時機就提報給 行政院通過之後就提報到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個目標 我們準備怎麼做就對了 那上一次我再請教一件 上一次有一次那個IS把我們列入 那個什麼把國際也放進去 那個現在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目前我們還是那個反IS聯盟的 一個組織成員之一 所以我們那個國際還在那裡嗎 目前其中有一段時間 好像是美國這邊有把國際 這邊做了一些調整 那目前為止是沒有 因為我們外交部這邊有向美國做一些 請他們解釋 後來好像是 很抱歉我這部分沒有 你幫我查一下 我想不要用好像的 這個回答好像不能用好像 謝謝 好 謝謝 再來古拉斯委員 我想回到這個二條之一 有關恐怖組織的部分 那麼我先講結論 就是既然剛才主席有說到 劉士方委員他也並不堅持 所以其實 恐怖組織這個詞 我們就拿掉就好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我再回過頭來 我們當然也查了不只是聯合國 那如果來看 美國的國務院1994年 就已經定義何謂恐怖組織 但是當他定義恐怖組織的時候 他一定先定義何謂恐怖主義 而去践行這個恐怖主義的組織 稱為恐怖組織 美國的刑事犯罪跟刑事程序法 清楚的定義何謂恐怖組織 還有恐怖主義 例如違反美國或各國刑事犯罪法 包含對人類生命產生危害之行為 或可能違反美國或其他國家管轄內的 刑事犯罪之行為稱為恐怖主義 那我還是舉這兩個例子的意思是說 恐怖主義或恐怖組織的範圍 真的太廣了 它的牵涉範圍非常的廣 所以我支持刑事犯委員最後也同意 把恐怖組織拿掉 因為這個牵涉的範圍 恐怕不是我們在國安法裡面 所主要討論的對象 好 那各位委員我再彙整一下 我請各位委員用兩個版本來看 第一個就是用管閉領委員的修正動議 第二個就是用鄭天才委員的修正動議 那個智傑你是不是問一下鄭委員 就是在那個自身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組織的部分 自身的部分是不是剛剛法務部有建議說 修正的話沒有關係 那是不是可以把兩個併在一起用 各位委員這樣子知道意思嗎 因為我們已經慢慢在聚焦了 其實你們把兩個案子在 你既然把劉勝茂委員那個拿掉 然後再拿管閉領委員的跟鄭天才委員拿起來看 其實我覺得行政院版本現在是最好的 行政院版本寫得好好的 人民不得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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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發展組織 寫得這麼好你們偏偏不要 然後就把它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委員你有版本 你請行政院表示 不是因為我們發覺到 因為我們第一個要顧慮國家安全 第二個必須要顧慮我們人權不能被破壞 我覺得兩者必須要兼顧 我們在修華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看完了以後我覺得 最棒的就是行政院原來的版本 請華次長說明 但是我還是要請華務部給我那些案例 他們還是不給我 講了半天只給我 講到周姓同學 然後什麼 其他的案例能不能給我 好 那個 我們還有什麼案例可以提供給黃委員的 沒有發覺弄的就是行政院現在的版本 比較完整嗎 都是委員的提案啊 不是 行政院原來的 你不能請我說明 這個委員的提案 我們尊重各位委員嘛 來那個管委員等一下好不好 那個 黃主任 你手裡有兩個修正動議 一個是管碧琳委員的修正動議 我剛剛有解釋過了 另一個就是鄭天才委員的修正動議 那這兩個部分 剛剛法務部有講過了 大致上都可以接受 只是說請這個政委員 在於這個自身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之組織 自身的部分 你是不是請他可以做修正 意思是說 那個加不加 我們都沒 因為其實目前食物運作都沒問題了 那只是說剛剛政委員意思說 這個要加進去是比較誇張 管委員的意見是說 那是一個大的政治決定了 我們請那個花次跟黃主任 對這一點表示意見了 那個剛剛黃主任不在 就是說政委員他的那個修正案 你看他的最後一個文字 就是把發展組織前面 限縮為發展危害社會秩序 跟國家安全的組織 我們才禁止了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樣的話呢 等於我們修了這個法出去以後 就開放了 中國可以在台灣 發全面性的 讓我們台灣的人民發展組織了 好 只要你那個組織的宗旨 不是涉及危害社會秩序 跟國家安全 我們就開放了 那就要說我們這個法一修 我們這個法一修是比現在更開放那個國安的警戒啦 好 那這個你認為OK嗎 花次你認為OK嗎 好不好 好 先請黃主任 這部分因為我們另外還有一個組織 組織犯罪法那個部分啦 那部分是有提到 有關可能會剛剛管委員這邊提到 比較屬於社會這種公共秩序安全這部分的條文會比較有提到啦 那是不是夠完整我可能還要再了解一下 因為我不敢確定 因為今天太突然了 很抱歉 那那個 另外在我們防空法或者是在未來國家安全法裡面 就可能在所謂人錢故意上面 我想可能說是大家在工房上面是比較是一個爭議點啦 那在未來這一部分能夠達到平衡的話 我們是很樂觀其成 也很希望就是說在國安法裡面能夠讓這個相關的 會影響到國家安全的部分的 不管是從社會志氣這個角度看過來 或者是從真的是從國家社會安定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國家安全法能夠 在這個比較上位的母法這部分能夠 有所定義的話會更加的周全 我的看法是這樣 好 那個黃委員我是不是先請花次講完 我先把這兩個條文做一個比較 好 那請黃兆順委員 其實剛才我們已經決定就是恐怖組織這個部分 已經拿掉了對不對 這第二項恐怖組織的定義 已經拿掉了 定義已經拿掉了 定義就不談了 定義已經拿掉了 那換句話講 後面這整個的字都沒有改變 就是等於增加了人民 我覺得我們在這裡審查法案 不要隨便跟人家戴帽子 雖然鄭天才委員現在不在這裡 但是他寫得很清楚 我看了他的文章裡面 包括外國及大陸地區 所以我們在這裡發言 絕對不要跟人家隨便戴紅帽 我覺得我只要有委員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子不好 所以我能不能具體做建議 我請主席來處理 就是拿行政院的版本把它加入 第一個就是人民不得對為外國 就等於不得為恐怖組織 加了四個字恐怖組織 然後下面的文字 就照行政院的條文去寫 這樣就可以了 原來的條文 因為我覺得 你說什麼 照現行條文的 不得為外國的外國的前面 加恐怖組織 這樣就解決問題了啊 你主席 我知道 來那個各位委員 我想那個黃札松委員 剛剛講的應該是很清楚 就是在原來的那個 現行條文裡面 現行條文裡面 我們在人民不得為恐怖組織 道點 然後外國 全部都照行政院的版本 我覺得這樣子 是最完整的文字 是不是各位委員 看這個意見 不行 因為剛剛黃主任有說 我們未來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他們正在修的 你正在修的那個是什麼法 反恐 反恐怖行動法 草案裡面 有把個人放進去了 他們是認為 要把個人放進去 他們未來在反恐怖組織法裡面 是有個人 那你如果照你剛剛講那個 你個人就是不規範喔 就是間諜 個別的間諜 受外國指定的間諜個人 你就不規範囉 黃主任 針對這個個人的部分 你們那個 你們的意見怎麼樣 因為目前有獨狼的這種 恐怖獨狼就是那種說 孤狼是那種 的那種恐怖攻擊的型態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部分 個人加進來 這是 但是我們這邊是指這個 恐怖行動 那可能在 對 那在國安層次裡面 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我是 可能這部分我還要再了解一下 對 對 那個黃委員那個 黃主任他們這邊認為說 加入個人是有必要的 那個 黃委員我再跟你 等一下 我再歸納一下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 就再加幾個字而已嗎 就是加恐怖組織跟個人 這六個字而已 等一下 因為那個 黃定宇 等一下 黃定宇委員的版本 跟鄭天才的 鄭天才委員的版本 裡面 都有加入這個 加入收集 洩漏或交付 所以這個部分是有共識的 因為一開始 法務部就說這個可以納入嘛 所以那個黃定宇委員跟鄭天才委員 兩個的部分都有 這個黃委員跟你說明一下 應該這個部分也沒有爭議啦 其實還好 原來的版本裡面也有 刺探 收集 交付都有啊 原來的版本也有啊 原來的沒有啊 他只是有啊 現行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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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的團體刺探 他只是那個收集 跟那個收集的字不一樣 就多了一個洩漏啦 多一個洩漏啦 傳遞啦 我們還多一個傳遞 原來的行政院還有一個傳遞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當時喔 一收集用那個收集 那個收是文字 比較符合大部分的法律都這樣用 所以那個要改收啦 那時候是建議說那個傳遞 其實傳遞就是洩漏啦 用洩漏比較精準 所以把那個傳遞改成洩漏而已 只有文字修正而已 洩漏啦 所以傳遞是洩漏嗎 那個法案也不是在 那個法案也不是在 那個法案也不是在做我們比賽 是這樣嗎好像不是 不一樣吧 刑法的用語好像 那傳遞呢 好 那我們再請花次齁 花次你今天第一次 寫一個比較漂亮的作文比賽的文字出來啦 這樣比較乾脆啦 那個官員 請花次說明 好我想剛剛委員 委員討論了針對 第二條之一的第一項加入恐怖組織個人 然後在王定義委員提到了 收集洩漏交付案 這背後這個部分應該都有一定的共識了啦 那對於那個剛剛政委員提到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確實 管委員剛剛特別的強調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非常慎重來 思考管委員所講的這個議題啦 真的 在這個如果可能衍稱的 導致可能 對國家不利的這些組織 在台灣可能會過度的擴散 我想這個非常嚴肅喔 所以說我們可能還是暫時 不要以限縮那個發展組織的那個內涵 仍然保留現行條文的這個 或發展組織 我想會是一個 比較恰當的一個做法 我想這個部分大概朝這個方向 我們就全面來支持 謝謝 來 那個黃主任 是 我剛剛 再仔細看了一下這個政委員的動議啦 那 因為在這部分如果說 把這部分加上這個所謂發展自身 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全的組織 那可能會真的是變得比較更開放 所以這邊可能還是要慎重一下 他 他的意見就是 不要改啦 他的意見就是那個 政天才委員的部分齁 不要修 照原來嘛對不對 照現行條文嘛 是這樣子嘛 都聽不懂 不好意思啊 這樣嗎 來那個 那個政委員 來 來就是現在 就差你這個部分齁 就是剛剛 欸 那個 政委員 我知道我知道 政委員這個是那個 欸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的 黃俊泰 黃主任齁 他剛到齁 那剛剛他有講到你的這個部分齁 因為你的部分 跟那個 王定宇委員的部分齁 你 對 第二條之一齁 欸 你跟那個王定宇委員的部分齁 就是有一點點差別 就是你在後面齁 有加上自身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組織啦 齁 那那個黃主任他們是認為說這個部分齁 是不以修正啦 那這個跟你說明一下齁 因為剛才 我發言的時候這個 他並不在齁 什麼稱呼 什麼稱呼 黃主任 黃主任 黃主任不在齁 這個我們看這個條文 第二條之一齁 人民不得為外國的行政發展組織 好 人民不得為外國的黨務 好 來發展組織 人民不得為外國 委託 好 委託之民間團體 發展組織 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是不是太寬鬆 因為你不能只是用其他的那個去考量 因為他還包含了外國 好 外國外國 所以說 我們現在很 有啊 那個民政府 我不知道民政府 是怎麼來的啦 但是他一直主張他的那個立場啊 他是 他 他的資金 他的經費 各方面 啊 所以 我認為這個 我的當勢自身危害當勢 文字也許可以 好 說 發展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也可以 所以你說完全要維持這個發展組織 啊 是不是 我認為不是 是不是 絕對是太寬鬆了 啊 絕對是太寬鬆 你不覺得太寬鬆嗎 不得嘛 不得 雖然他要 搭配到第五條之一之後才有 好 才有行責 但是你沒有到為意圖為害的時候 他還是不得啊 不得的話 就你可以請他解散啊 好 所以我 我 我覺得 我們現在不要用 這個 只是大陸那個統的部分去看了 我剛剛有幾例子啊 哪天假設了 不知道 不一定 假設哪天 新黨成為 中華民國的執政 執政 執政黨 他會認為這些 國外 美國 這個你 黃主任你應該更清楚啊 美國在世界各國啊 都有發展它的組織喔 不聽話 不聽話的時候 這個國家不聽話的時候 他就透過他的組織就顛覆了 這是事實啊 這是事實啊 所以平常沒有事喔 平常啊 他都有那個組織在那邊喔 但是他管不住了 但是他管不住了 或是都 意見不同的時候啊 他就透過這個組織來去 那個 所以這個部分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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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不住 我 那 股 這 真是 共鳴相大 原来条文不是这样 原来一百条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同等去看待 当然大陆地区我们必须去特别考量 但是因为这个条文是也包含了外国 譬如说日本 对不对 日本也会在台湾成立组织 然后它委托了民间团体 然后又成立一个组织 然后说这个钓鱼台是日本的 对不对 也是危害这个国家安全 所以这个我们就同等去看待 好好不好 然后那个黄主任再说明一下 那有关委员刚刚提到的这些 比如说是美国那种组织 我是觉得那个 应该不是在国内发展了什么组织 而是说美国本身 在其他国家都有 然后这一条讲的是说 收集泄露或交互公务上的机密的文书什么之类的 我想这边是讲了这个部分 那所以后面是不是一定要 不是这样念这个人民不得为外国行政 刺探收集泄露这是一种状况啊 人民不得为外国行政 或者是他这些等等 或委托民间之团体发展组织 发展组织是一种样态 这个刺探收集泄露交付公务上的秘密之文书 图画消息或物品 是一种样态 所以不是说发展组织来刺探 不是啊 条文看起来就是说 因为有这样的意图 所以才发展这样的组织 没有这个条文 郑委员讲的是对的 那个黄主任的理解是错的 那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郑委员他确实说出了一个事实上的现象 台湾呢 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外国跟中国大陆 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category 两个范畴 外国当然就是四海之内接兄弟 可是中国呢 中国大陆呢 毕竟非但对准在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为了 不要对外国太严 不要对这些国际的那些 其他的国家太严 所以呢 我们就去开放说 让大家都可以来台湾 我们人民可以替所有全球发展组织 如果为了那样 我们就没有办法防堵 就没有办法防堵 中海人民共和国 他呢 在台湾遍地开花 台湾人民自由解放的 去发展他们的组织 替他们发展组织 好 因为我们有敌果嘛 所以呢 其实无所谓 郑委员误会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说那如果外国 我们的人民替外国在台湾发展组织 那你说不得 所以就要解散咯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下面的条文 全部都没有法则嘛 也没有要解散嘛 大家看一下 王定宇委员的五条之一 很清楚哦 如果替外国发展组织 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 没有危害社会安定的 就不法哦 好 但是如果有就法 所以是在第五条之一的时候 就把它区分开了 如果你发展的组织 并没有置身危害的 是不会法的 也没有要求他解散的 也不会要求他解散的 就是说虽然我跟你说不得啦 但是你已经去发展什么 替美国政府发展 在台湾 任何人权的组织也好 或者是任何 我爱美国 我要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周 都可以 好 那 我说不得 但是你成立了怎么办 我们的国安法 完全不处理 完全没有要解散他 也完全没有要罚他 但是如果你所发展的组织 有危害了 那我们就要罚 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 在二之一去限缩呢 因为有中国的问题在里面呢 所以我们二条之一不能限缩 可是我们到五条之一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分得很清楚了 所以政委员担心的 譬如友台的所有世界各国 如果我们的人民替他们在台湾发展组织 会不会被解散 不会 因为我们五条之一 也没有给政府解散权 也没有 连解散都没有解散权 所以这一点 特别说明一下 我是认为 如果今天我们二条之一 把发展组织 修改了以后 真的是这个法一修正 就全面开放台湾人民 可以替中国大陆在台湾发展组织 那会遍地开花 我现在请 请黄兆宋委员 我现在请教那个黄主任 主任刚才讲到说 换句话讲 黄委员是讲说 只要不是退外国的国家 就是其他的国家 弄这个组织的话 那就都不划 那我请问 北韩的这一次的三个案例 要不要罚 主任 有没有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安全 黄主任 目前这个 涉及北韩的这个案子 是因为依据联络国的决议 那我们也在自拱防治法里面 有提到说 依照联络国决议里面去罚 那目前依照自拱防治法里面去处罚 那目前这条 如果说按照现在目前 这样一个条文的 提案的修订的话 主任你不要选择先给我回答 好 再来我再请问 如果帮IS 发展组织要不要罚 帮IS组织 那我们要不要从国外法里面排除 要不要罚 都是在现在目前已经罚 已经有规定 不是 现在因为提到第五条 要有一些罚则嘛 而且这个罚则是加重的嘛 所以本席现在在请教你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对岸跟国外 那我现在把国外的案例拿出来 例如如果我们有国内的人民 帮IS组织 发展组织 要不要罚 当然要罚了 对啊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要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我们立法的过程当中 是周延的 而不是选择性的做 例如北韩 我想北韩这个案例 如果按照知恐 黄志华来的话 那个处分可能 包括连联合国的处分 都远比 现在王定宇所讲的这些 还要严重的很多 所以我们要不要把 国外的团体都排除 要吗 所以主席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 我只是举几个例子 让你们听听看而已 我希望我们整个的法案的修正 是第一个要严谨 第二个真的顾虑到 整个国家的安全 第三个 也不能破坏我们的人权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 修改法案最重要的目的 而不是随便拿一个红帽子 在这里带来带去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不好 如果帮对案做这些东西 危害国家安全 当然要罚 但是对其他那些国家 对我们国家有 危害到我们国家安全 为什么不罚 有罚啊 你看一下 不接着要罚 我刚刚讲的 我刚讲官委员 官委员 那个先 那个官委员的提问 我没有误会 我跟你讲 我在这里就一直在听 因为你所有的案子 都必须要周延 而且不仅止于是要周延 更重要的 就像正天才委员刚刚讲的 我们也不能够任意的 因为我们整个民主进步的过程当中 包括以前 大家对台独 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压迫等等 我们希望每一个我们 也可以说是民主发展过程当中 都是很珍贵的啦 所以文字怎么修改 我想我没有特别的意见 但是我希望我们要周延 好 谢谢 那那个官委员 现在又有一个修正动议 就是 那个是文字更简洁 除了文字更简洁 刚刚那个黄主任也有看过了嘛 黄主任你认为这样子 应该是可以啦 好 那是不是各位委员 针对这个修正动议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照这样子 好吗 电脑秘密是因为 那我要请问 那个后面有 那个官委员等一下好不好 那个黄昭顺委员 电脑秘密我要请问 这次脸书的世界 要不要把脸书也放进去 或者是LINE也要把它放进去 脸书泄漏各支 有没有 这次也是蛮严重的一件事 对不对啊 请那个黄主任来回答 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对不对 要不要脸书也把它放进去 LINE也把它放进去 那其他的国家怎么弄 我觉得要把它厘清的更清楚吧 不必啦 不必找其他国家找刑法 因为这个是刑法第381条 300 来我找一下 318 这个是刑法条文啦 对 刑法的条文 318 来那个黄主任 针对这个修正动议 你看一下怎么样 我没有意见 这样子你认为可以啦 那那个法务部 法务部你们要不要再提供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 手里 我知道 那个因为我们也觉得现在的一个时代 很多东西它可能就是网路上 或LINE 所以是有这个必要 那只是这个电脑秘密 但这是有人再参考一下 因为你的前面已经有公务上 阴秘密的文书什么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般用于可能改电池记录 是不是会比较妥适 因为你电脑就是阴秘密的什么东西嘛 对 这都没有意见 你们看是用什么 所以电池记录就是改所有的 包括人数 LINE 电 就是网路 电脑上的一个流的记录 这个都是包括在内 那个法务部的意见就是这个 电脑秘密可以把它改为电子记录就对了 好 下一件事 公务上应该秘密 是指公务人员吗 还是所有的 我觉得我这个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疑虑 各位报告 因为目前实务上这一条法案的一个见解 这个所谓公务上 就是我職务上应该保守秘密 这个秘密比较广 有可能是军事上的秘密 有可能是国王上的秘密 有可能是一般你的公务人员应遵守的秘密 所以它这个是涵盖刑网 公务秘密跟公务秘密以外的秘密 只是只要我 这一个公务上我持有的 这一个保管的这一个 所谓的秘密的一个信息文件 你就不能交付了 你一交付就会成立这一条 好 那个 如果不是公务人员的人民 他所泄露的东西 你的限缩要怎么限缩 他签理是限理公务上应该秘密的东西 所以目前实务上这个就是要公务人员的一个身份 所以你前面是人民 可是你后面写的是公务 你能不能请你再把文字看清楚 第一句是人民不得为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关于公务上应秘密的文书 你这个不是前后矛盾吗 不 那个包含因为这个人民它是 就是只要是国内的人民 包含公务人员都是在内的 公务人民嘛 公务人员是属于 就是植物上的应该秘密的嘛 对 但是以前的国安法它的行度比较低 那它同时可能构成国安法 也可能构成刑法的这一个 所谓的内乱罪 甚至所谓的国家亲密保护法 它可能一个行为 也同时构成不同的法律 好 那个那 能不能请司法院说明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文字 好 司法院针对这个Solio 好 司法院就本条尊重委员的意见 司法院不能每一个文字都尊重委员 你前面是人民后面是公务 职务上 那有一些人民没有职务上的问题啊 那你要怎么处理 如同这个刚才先进所提到的 人民的确是 哪一个先进啊 拜托 代表 是 人民的确是有包含公务 公务的这个部分 人民 他没有公务上的公务身份 他怎么样有公务上的名字 我说明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 我们是禁止人民去刺探泄漏交付 传递公务上英秘秘之文书 所以是政府的公文 政府的公文 政府的资讯 政府的图书消息或物品 但是人民不可以 不可以去刺探收集泄漏 所以这是标的物 不是人 不是公务员 其实不是公务员 无关 就是台湾的人民 不管你是谁 你就是不可以去 提供无数秘密的东西 去对方 所以这文字是没问题 现在反而跑出一个 我们所有的修正案 跟行政院版本相比较之下 我们把收集泄漏 加进来 但是我们把传递 都取消 所以传递 是不是属于泄漏的一部分 还需要再加进去吗 还需要再加进去吗 郑天才委员 这个 管委员的修正动议 这个人民 第一计划 前面两个字叫人民 人民就是个人 所以后面要不要再加个人 所以这个法务部 或是市法院 或是我们立法院的这个法制局 这个文字再推敲一下 但是我还是对于那个发展组织 因为我们这条文是 是整体的 这个发展组织 它是一个非常宽的 发展组织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还是 是不是能够加这个 发展有危害 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 这组织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去要相对应的 就是要相呼应的 就是这个第二条 第五条之一 就是为了国家安全 而这个法本来就叫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法 所以是不是还是可以把这个发展组织 这个限收在这个 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组织 以上 好谢谢 那那个刚刚那个郑委员讲的 人民不得为恐怖组织 人民就是个人 所以那个个人是不是可以 所以你们两个 那个是不同的两种人 不同的两种人 好那这样子 那个刚刚黄主任的意 我知道 那个刚刚黄主任的意见就是 这个啊 他刚刚有讲的 就是那个 这个修正动议 他刚刚有讲 是不是照这样子 好不好 那个 那个那个官委员 是不是包含在泄漏里面 说明一下 目前刑法有的规范 比如说刑法109条的规定 是泄漏或交付 那刚才 刚才也有机关代表是提到说 是有包括这个交付的 这个概念 是 共委员参考谢谢 好是不是这样子可以的 我们就 把他改成这个电 那个 改成电子记录 电脑秘密 电池 电池记录啦 磁铁铁的池 磁铁的池 好 那我们是不是照这个 修正动议 把他改成 或电池记录的话 这样子就全部纳进来了 政委 这样子 因为那个黄主任刚刚说 这样子可以啦 好不好 好 好那其他那个 好那那个 那个法务部 不是啊 刚刚那个法务部也说 这个就是法务部刚刚有讲的 改成 电池记录嘛 其他的 其他的他们 好 好那个 好那个 那法务部的话 你是在针对这个修正动议 除了刚刚改成那个电池记录 那政委员对这个 那个个人的部分加进去 他认为 呵呵呵 政委员的意思是说 既然一开始讲人民了 为什么后面还要个人啦 不是 他那个个人是指 比如大陆 我中央通信社 委托了那一个人 或者说大陆 国务部国来办 委托那个个人 不是委托什么中华社啦 那个团体来收集啦 所以他现在只说 是指大陆 假设大陆委托 不是委托 那一个组织机构 委托个人 个人来收集 也包括在内啦 但是我们现行条文是要 委托那个民间团体啦 那现在是把 那个大陆政府机关 委托了那个民间团体以外 还针对你个人啦 这个其实 这个是 实际上是应该没什么问题啦 好 那谢谢喔 那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照那个法务部 还有黄主任 刚刚有讲到的 就把它改成电池记录啦 那就修正后通过啦 好 谢谢 那我们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我们等一下继续 就回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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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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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那刚才看了一下 关于第五条之一的这个 应该是第二页吧 关于这个部分 那个拘役的问题 还有这个 似乎没有争处到未税犯的这个问题呢 跟刚才所报告的内容是一样的 另外就第三页以下的这个部分呢 刚才有提到说那个 大陆地区前面的这个罪自祸 以及这个第九项的犯第七项之罪 似乎是第八项之罪的这个比误 刚才也已经报告过了 那以上谢谢各位 好 谢谢 那其他单位还有意见吗 有了 在底下 来 那个资料再一份给那个郑天宅委员 那现在是 刚才讨论是要用谁的版本 刚开始讨论而已 哦 刚开始啊 对对 这个 有关林俊县嘛 第五条之一林俊县的条文 如果要依林俊县的条文 我先说嘛 如果是要依林俊县的条文的话 其实我就会建议 第二条之一就不用了 就可以删除了 因为林俊县的条文 他把这个第二条之一的文字 他全部都把它遗落 遗落 遗落 遗落在这个第五条之一 这个会比较明确 然后但是对于那个发展组织的部分 这个我自己又提修正条文 就是说这个发展组织 不只是意图犯 而且有这种 这个危害 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 这样的一个 一个实际的一个走手实行的 那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这个王定宜的条文 这个他有 他的有分了 有分这个国防因秘密的文书 跟国防以外因秘密的文书 然后他就不同的类型 做不同的一个 一个处罚 不管是刑责 或是他的一个罚金 病科的罚金也都不同 但是对于这个发展组织的部分 他是有提到这个 自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 是有比较妥当一点 但是我这边也有提这个 修正条 修正的文字 看大家要用哪一个版本来 来讨论 主席 来请林苏芬委员 主席 我们是不是也抛出一个疑问 就是说 这个法条里面 他把所有 一般人民跟公务员的 这个相关规范整合在一起 但是在刑法109、110 和111里面 有这个所谓的一般人民的 预备犯跟这个阴谋犯的处分 那在110条里面 有这个公务人员的 所谓的过失犯 111里面刑法的 这个也有公务员的 预备犯和阴谋犯 那这一些需不需要整合进来 否则未来在处分这一些判刑上 刑度也不一样 那 那 那要 这个靖和关系要怎么处理 好 那个法务部 再 那个法务部说明一下 但是就是说 但是就是说 在刑法109、110跟111里面 没有 它是 因为现在的修正条文是说 犯前七项 其他法律有叫重处罚的规定 从其规定 那它是比较轻 在刑法的法度里面是比较轻的 你刚才说是未退 不是 预备、阴谋、过失 你看刑法109、110和111 公務人员的过失 看要不要处理 那 那个法务部说明一下 就两个概念要不要 跟各位委員报告一下 以目前实务上 这个案子 假设我们来讲 之前那个一个将军 郑姓将军那个案子 他可能收集这个是军事秘密 所以他可能构成刑法的这一个 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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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还有同时构成国家机密保护法 也构成这个国家安全法 那我们目前所有的做法 是从一种处理 就看哪一个刑法比较重 哪一个刑则比较重 就应哪一个 那的确 假设他今天只是收集 不是军事秘密 国王秘密的话 他就不会成立刑法 那只能依照国安法 那刑法 假设他是公元的时候 就没有加重的 这一个适用 必须他的行为同时符合 刑法才有公元这个 这个适用 那 这个是大概目前 适用的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 那个管委员 对啦 你技术上处理就好了嘛 你就说 是不是可以加在那个 倒数第三项 前八项之未遂犯罚之 这里 前八项之 预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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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谋犯 未遂犯 及公务员之 过失者 罚之 就是 就可以了嘛 类似这样处理 是不是就OK了 蛤 出力就可以了嗎 今天是指 如果依照王帝女委员的版本 我看过 其实他行度已经拉得很高了 我坦白讲了 所以我们这里已经有把它另列一项出来 就是你可以减轻吗 因为这样 对 依照这样看起来 如果照这个版本内容 大概 国安法 刑法 跟 国家机密保 大概都没法试用了 因为他行度都比较低 我真是说 你不知道那个 你不知道进度 依照王帝女委员的版本 我们那个 国家机密保 入法 官委员先等一下 来 我跟各位委员再说明一下 这个五之一 我们目前有五个版本 第一个就是林俊宪委员 第二个就是王定宇委员 第三个就是 刘世芳委员 那第四个就是郑天才委员 第五个也是郑天才委员 那刚刚管委员有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用王定宇委员的 做基础 来讨论 这样好不好 可以 好 那可以的话 王定宇委员的 跟 郑天才委员的 第三至 三至一页 这个 这个 是 是 是差不多的 那个 郑委员我要跟你说明一下 就是 王定宇委员的 跟这个 那个 郑天才委员的 第三页 是差不多的 好 我们就用这两个 来对照 好不好 好 郑委员这样可以 好 好 那继续 那个官委员不好意思 好 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项 第一项 它是刺探跟收集 国防相关的 所以我们刚刚有电池记录 就要把它加进去 这边要加电池记录 那刚刚那个法务部同仁担心的 说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行度就不能用 这个部分 国家机密保护法目前出审出门 初委员会的版本 这一类的行度是一至七年 那王定文的版本是五年以下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看看 要跟国家机密保护法一致 还是留他的五年以下 这个等一下请他们表示一件 这是第一项 要一项一项来吗 还是要 接下来再讲 好继续没关系 好 那第二项 也是要加那个电池记录 好 那他的行度呢 呃 拘役我觉得要取消啦 因为既然已经是判徒刑了 为什么还加货拘役 好 这个请教你们 好 我是货拘役是不是要取消 那行度的话 这里是处三年以下 但是我们国家机密保护法 初委员会的版本 也是一到七年了 所以反而比这个都更重了 好 国家机密保护法 初委员会的比这个都更重了 好 那第三项的部分 第三项的部分是 不止刺探收集了 已经是泄漏交付了 好 那所以那个电池记录 要加进去以外呢 这里指的是 外国或他派遣之人嘛 好 那 我们前面是 呃 他派遣之 之人 委托之机构 指定之机构或个人 呃 委托之机构或个人 所以这里讲的是 其派遣之人 是不是就涵盖了 我们二条一项的用法 这个等一下 请说明一下 好 那行度的话 是跟国家机密保护法 初委员会的版本 行度一致 也就是三到十年 有其图形 好 这一条是这样 我看你们好像都没有在写 等一下谁要负责回答我 你们都没有人在用笔在写 有 好 那这个行度是一样了 好 那 接下来这一项 好 接下来这一项 除了电池记录要加进去 然后那个货要改掉以外 我们的恐怖组织 要嘛就加在上一项 要嘛就加在下一项 那我个人是建议恐怖组织 要加在大陆地区同一项 因为这个行度是比较重的 你交付恐怖组织 跟交付外国 相对之下 我是觉得 你交付恐怖组织 应该比较重 所以是要放在 跟大陆地区这个一项 所以恐怖组织 可能要加进来这一项 好 那国家机密保护法 初审出去的 也是三到十年 那这里呢 是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是非常重 比它重很多 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一起讨论 那个刑期要怎么统整 好 然后下一项 下一项也是那个 电池记录要加进来 那国家机密保护法 因为未区分 所以也是三到十年 那我们这个是一到五年 好 比它 比它轻 好 比它轻 比国家机密保护法 初委员会的还要轻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 发展 发展组织 那发展组织的部分 国家机密保护法 它没有规定嘛 好 所以就没有刑期统整的问题 但是它有那个 你要把恐怖组织加在 跟大陆地区同一项 还是加在 跟外国同一项 那前面我是建议 加在跟大陆地区同一项嘛 所以我这里也是建议 加在大陆地区同一项 这样子 嘿 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刚刚 林淑夫委员所提的 预备犯 阴谋犯 好 如果是在这个第八项 未遂犯一并处理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刑期可以左检嘛 要跟前面左检嘛 那这时候左检 你可以裁量去用刑法嘛 就不会有那种刑法 就不适用的问题了嘛 刑法刚刚讲的那几条 那个林淑夫讲的那几条 就因为有这个规定 所以就可以适用嘛 就看法官他要不要那样用嘛 好 好 以上是我的意见 好 谢谢 那那个郑天才委员 有关这个王定宜的版本 对于那个 违反第二条之一规定 为外国发展组织 这个部分 他只有写为 外国发展组织 没有提到 为外国发展组织 是或其设立 指定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 发展的组织 是不是要把他加上去 就是因为第二条之一里面 外国也包含外国所 这个 这个设立 指定的机构 或者是委托的民间团体 发展的组织了 这是有关这个外国发展组织的部分 那至于在下面的那一项 为大陆第七行政军事这个部分 这个他这边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单纯的发展组织 就要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企图型 然后有危害的 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的 就处无企图型或十年以上 有企图型 对于前半段的那个部分 只是发展组织 就要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第一个就是说这样的 是不是过于严格 然后是不是要有危害国家安全 或社会安定的时候才要处罚 然后这个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如果我们跟其他的相关的 当然从王定义的 那个第五条之一的第一项 到最倒数这个第七项 这个部分他的刑责 刑期还有病科的罚金 是不是请这个法务部 或者是这个司法院 就其他的相关的法律 相关的这些 这个太阳 然后他的相关的刑期 刑责 病科的罚金 是不是要 要稍微对照一下 而不是这边 过宽或是过延 这个可怕是要请 这个相关的机关来去 这个比对一下 那个官员你要不要提修正动议 因为你刚刚讲很多都都很好 我忘记了 我大概再讲一下 刚刚那个政天才委员讲的 就是王定义委员的版本 跟他的版本 的第六项跟第七项 你刚刚讲到的应该是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你有做修正吗 应该是第六项跟第七项 那是不是那个针对 刚刚管委员讲的部分 法务部这边 是不是来回应一下 那个我想刚刚管委员的建议是非常好 就是把我们先前所讨论 这是已经有 有一个纳进来 那大概对于这一个 管委员所提到一些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 这种一个案子 它可能过程 国家安全法 可能构成这一个国家经济保护法 甚至新法这个外交罪 那我们目前都是 就是从一种处置 但是假设你在这个法条 你没有规定 预备犯或者是这一个 阴谋犯要处罚 或是公务人员 有没有加重一个规定的话 那以目前一个法律适用上 没有没有规定就不能适用 就不能依照国外法的这个适用 所以假设委员认为说 你觉得说这一个 预备犯跟委员犯 跟卫生犯不一样 这两个都是着手以前的行为 还没着手 但是我这个打算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预备犯跟这个是之前的一个 前阶段了 那到底要不要处罚 可能要 如果觉得 这个委员觉得要 那就要把它 像这个国外经济保护法一样 把它一个名文一个规定 但是因为它这个处罚的项目太多了 如果再加上这个预备犯 会不会太广 那假设是说大家觉得说 避免复杂 那我预备犯也觉得要处理的话 那可以在后面比如说 这一个 第七项的那个 预备 第八项政令 前项预备 前七项 比如说前七项 未遂犯也处罚之 预备犯也处罚之 那 至于说 刑法怎么减 就回购到刑法种子的规定 未遂犯预备犯 这个是这一个 刑法种子的规定 可以去减轻疾行的 一个事由 那另外工人员的一个身份的加重 假设各位觉得说 有必要把它纳进来 那你就 过失 那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刑法过失犯 你一定要名文规定 过失犯以处罚之 才有可以处罚过失犯 没有名文规定 就不能一个处罚 那刚才工人员像这个刑法110条 它是有名文规定 工人员身份的一个处罚 那假设 各位我们觉得说 这一个 我们这一个 国安法 对工人员的一个行为 有必须要加重 那可能也要仿照 行法110条 不用不用 您看到地址这样有 其他法律有加重的 就是你加重 诶 他的其他法律 他是指说 其他法律的行度比较重 但是我们讲的 工人员的加 身份的加重 那个可能要名文的一个 一个 一个规定 所以这个是有 有关于大家第一 要不要处罚 以及工人员 这些故事 要不要处罚 如果各位委員的结论 是要 那可能要把它明定 在这一个 条文里面 那对于这个 郑委员刚刚所提到 这一个 为外国发展组织 其实我个人接近 这样可以就可以 因为他刚才 他的行为是指说 你为大陆还是为外国 发展组织 那这个 这一个当然包含 第二条我们刚才提到 他的一些 透过他的附属机构 还是他党政机构 直接接触 都包括在内 那自己说 这个罚金的部分 那因为 我们法务部 我们有一个叫 刑法小组的一个 研修 局域对刑法跟罚金 我们有定一个局局表 但是 这个是特别法 当然他有 可以一个特别考量 只是说他的罚金的比例 可能也是要符合 一定的一个 一个比例 那像 像这一个 像我们 我们那个刑法 假设你是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我们罚金是定200元以下 200万元以下 但是我看这一个条文是定 定了600万 新来币600万罚金 这个 因为前面一开始 他是五年以下 主新来币100万 所以平均来算 一年大概 20万罚金 那 这一个 你如果说三年 十年以下 那一年20万 那这个可能200万 会比较适当 但是因为他这个特别法 当然不一定要依照 新法 罚金的一个 标准来 来处理 只是说这个 是否这一个 600万 这个罚金的一个 比例 是否要再去调整 这是可以去讨论的 好 请 好 那个 郑天才委员的 那个 第六项跟第七项 刚刚他 第六项有 第六项有 第七项的部分 第七项的部分 跟 2-1是一样 跟2-1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另外 那个 包括王委 王定委委员 的这个版本 应该是第幾项 第六项 第七项 就是 他有一个 因而自身文化于 国家安全或社会者 除无期徒刑 或死人以上 有期徒刑 跟各位 包括 因为当时在 刑法也好 或是 国家经济保护法也好 去 应该有讨论到这个问题 到底 要不要类加重结果犯的 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 其实后来没有定 是因为 有时候实务上 比较难认定说 这个 假设是一个 情报人死掉了 是不是因为 跟我的泄漏 有直接因果关系 有时候 因为他实际上 可能认定 会有他的一个困难 所以后来 包括国家经济保护法 以及这次的修正也好 刑法也好 他其实是没有 定立所谓的 加重结果犯 这个情形 所以这个 到底要不要定 因而自身 危害于国家 安全 社会安定的一个 加重结果犯 这个是可以提出来 一个讨论 谢谢 是 王定寅的 第七项是 一二三 郑天才文也有 是 五六七 就是为大陆地区行政 委员是指哪部分 第七项 王定寅委员 跟郑天才委员的第七项 违反第二条之一 規定 为大陆地区行政 军事 这是行度到底会不会太重 不是不是 就是说第七项 那个王定寅委员的 他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单纯这个发展组织 另外就是要自身危害国家安全 他是分成两个部分 那我的修正东西是 只有针对有危害国家安全 或社会安定的 对于一般单纯 这个成立这个组织的部分 就没有去做一个处罚 各位报告 其实这次的修正草案 你看跟原本不一样 他把意图 意图那个什么 为那个 意图为国家安全 跟社会安定把它拿掉 其实实务 包括讨论结果 那你说 你去刺探这些公共机密 发展组织 当然就是他的这个意图 所以这个就不用规范了 王定寅委员的第七项 第七项 政天才委员有加东西进去 不是针对刺探 或是泄弱 不是针对这个部分 是针对发展组织 单纯的发展组织 就是单纯的成立 因为 你说民间团体 成立一个组织 这个部分 我知道委员的意思 因为 以前他们修法前 就说 你去帮大陆发展组织 就是意图为国家安全 所以就依照 国安法第五之一条 的一个刑事责任的处理 那这一次把他创吊论 说 威法二之一 其实就是 你就是意图为爱国家安全 的一个 然后有这个发展组织 所以处这一个 刑事责任 他 我来讲 现在王定寅的这个 第七项 会比现在更严格 现在是 现在的第五条之一 现在的第五条之一 现行的 你还是要有意图为害 然后 发展组织 对不对 最近还有一个意图 有意图为害国家安全 现在没有啊 现在这个第五条 第七项啊 王定寅委的第七项啊 没有啊 没有什么意图为害的问题 所以 比 比 比现在的意图犯啊 还更 更宽松哦 这很严重啊 更宽松哦 更宽松 比 更宽松 现行的条文都已经被人家诟病了 现行的条文是 意图 意图为害 所以 会比现在 的刑法一百条啊 还更宽松 当初刑法一百条之所以修正 我一直讲那个历史背景 就说 就认为说 意图犯不应该 去处罚那个意图犯啊 所以刑法一百条才会做修正 要把它着手实行 那个部分 对不对 那现在 我们对现行的第五条之一 对意图犯 就已经有 法律协者 认为说 这个 太过疑 这个 何况 现在又把它 现在 第七项是 连意图都没有哦 你只要成立 就要三年 三年 我看 就要三年以上哦 就要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这个恐怕 这个必须 法务部 司法院 这个 这个 这个横平的部分 你们一定要 肩负起这个 我了解你的意思 那个 根哥报告 因为 这个 因为 我们先前通过了 讨论过的二之一 其实如果是维持 这一个 原条文去发展组织 那 这种规定 的确 可能跟委员您所想的 啊 主观上又把它删掉了以后 我纯粹只是一个发展组织 就是犯这个罪 那只是说 他可能当时删除了理由 认为说 你为了外国跟大陆去发展组织 这当然就是 意图围押国家社会安全啦 所以他说 才把主观意图去删除 那假设 委员觉得说 这 包括王帝宁的版本 跟委员的版本 假设说 直接就是 委员第二条 没有把原本的主观意图 再加进去 会造成这个疑虑的话 这个我们是没有意见 其实 其实加指是更明确啦 你们不能没有意见 不是啦 我意思说 加进去是比较明确啦 那如果说 觉得怕有这个增值 那其实就把那个主观要件 再加进去 如果要加是每项都要 都要加上去的 就是意图 意图为国家会受安全 有下来这些行为 那我刚才的意见是说 第七项的后段 因为有自身国家 安全跟受安全 这是一个加重结果犯的一个问题 这部分 这个到底 要不要再定 这个是的确可以去审着的 因为这行动会非常高 那只是说 因为实际上 也有这些一个问题 包括国家经营保安法也好 包括新法 为什么都没定位 加重结果 是因为这个因素 好 那自己说 主观上要件 要不要加 我个人其实 你 他原本说好 就是因为 不用写也是这样嘛 那其实写也是无所谓啦 那只是说在 主观上再有一个一层 去南九世界的人 是比较妥视啦 好 那个等一下 请那个 吴清明委员 针对 今天都讨论的 国家安全法 其实我看到 我们很多委员 他们所提出来 都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性 都有很大的帮助 包含 因为我们对岸 对岸的情势大家都很清楚 还有一些我们的公务人员 退休的领了终身奉 到了对岸 因为对岸 他毕竟要收集一些情资 还是会找我们一些 高阶的公务人员 所以他们领了终身奉 当然 都危害到国家的安全 我们这个行者 不管行者也好 罚者也好 都是要加重 所以我们 几位委员所提出来的本期 都非常的认同 所以今天 真的讨论这个 算是比较有意义 好 谢谢 那那个针对五制一的部分 我想那个目前还没有共识 那我是先请那个管委员 你那边有一份 你修正一下 那我们再继续 请郑天才委员 这个我还是 请这个司法院是不是 好 这个 我还是要再说明一次 对于刑法100条的一个 那边的 就是 他在刑法 包括 那边的 就是 这个 这些 这个不仅仅是意图危害没有了 本来意图危害之外 还要再加有危害 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的 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就是不要倒退的意思了 从刑法一百条的一个修正 这好多年前嘛 到现在 那如果现在修成这样 连意图危害都没有 只要一发展组织 为大陆地区的 所委托的民间团体 发展组织 然后就连意图危害都没有 那更严重 更宽松了 这个到底是不是 符合我们现在整个 立法的一个方向 整个这个在刑事 刑事制度上 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如果我们出审 这个恐怕第二天 明天就很多的 这个一个讨论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一个 很负责的为整个 刑事政策 来去做一个整个考量 好 请管委员 有关那个政委员的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 不知道对不对了 请教政委员 第一个就是说 本法完全没有处罚 意图犯 完全没有 你们都没有说明清楚 本法所处罚的 所有行为 都是 行为犯 你说泄漏是行为 还是意图 收集是行为 还是意图 好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 刑法一百条修正 以前 去罚人家的那个 意图 没有 去罚人家的动机 这一点可能 政委员是误解了 那政委员现在 他讨论的其实是什么呢 是说 光发展组织 我发展这个组织 又没有要 影响 社会安定 影响 国家安全 为什么就罚这不中 其实政委员关心的是这个 所以发展组织 本身是行动 不是意图 我们不管你有没有意图 那 王丁委员的版本 它层次很分明 它分两类 一类呢 是 如果你是外国 或其他的机构等等 你发展组织 本身 它没有罚 而是要 自身为害才罚 那个就符合 那个政委员说的 甚至不是意图 而是结果论 就是我是结果犯 不是那个嫌疑犯 就是你的结果 是自身为害了 才罚 可能政委员要的是这个 那政委员要的 这种处罚的方式呢 对外国组织 我们已经就是这样做了 那现在剩下的是什么 是恐怖组织跟 中国大陆啦 恐怖组织跟中国大陆 在王定义委员的版本 他当然没有恐怖组织啦 是我建议加进去 在王定义委员的版本呢 中国大陆 台湾人民替中国大陆 发展组织就罚了 我不管你发展这个组织 有没有生危害啦 就是我们不允许台湾人民 为我们的敌国 中国大陆去发展组织 所以是发展组织就罚了啦 那现在是说 政委员同不同意这样啦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二条之一 不能限缩 因为我们是在 五条之一的时候 才给他分类来限缩啦 报告 假设其实刚才二条之一 定义有政类政委员的危害的话 那后面这个当然 都不用再写主观啦 那因为 前面二条之一是只有发展组织 那刚才跟委员报告 原本的条文它 意图是主观上的要件 我主观上要这个要件 然后客观上要这些行为啦 但是因为 后来为什么把这个 王伟的办法把意图 他那时候 你把次当国家机密 加付削弱给人家 就当然有这个主观上的意图啦 不过 政委刚才提到是一个问题 发展组织 发展组织 这一个 是不是当然就有不安 围要国家意图这的确是 我个人就觉得说 可能在发展组织 这一项要把原本的主观要件再纳进来啦 因为你刺探收集交互国家的机密 当然有这个意图嘛 但是发展组织 就是为了比较明确 把那个第七项的发展组织 前面再加上原本的意图 围要国家或社会安全 把原本主观意见纳进来 不是原本的那个自身结果案 就是说是不是还要再把这个 主观意图纳进来 这是可以一起讨论啦 我们没有要啦 对 我说这个是可以讨论啦 这个 这个管委员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在整个 整个国家的整个 发展的过程的当中 我一直强调刑法一百条 之所以会修正 这个是整个国家 对于意图犯的一个政策 的一个改变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有关系啊 有关系 就是说 现行的第二条之一 也有被法律协者去诟病 是因为 这个现行的第五条之一 意图危害国家安全 或社会安定 然后就发展组织 就要去做 刑责的处罚 也有被法律协者 认为说 没有配合当时 刑法一百条的 修正的一个方向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只是要让 大家了解说 以现在的民主发展的过程 的当中 是不是倒退的 我们必须去思考这个事情 我们必须去思考 整个刑法的一百条的修正到现在 这个几年了 那个法务部的几年了 已经很多年了 最起码 最起码应该是快二十年了 快二十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 我们现在要修成这样 假设按照王定义委员的版本 这样子修的话 我是说就整个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个 这样的一个民主化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倒退 这个恐怕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建议 这个大家还是要去深思了 那个我还是在说明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没有 为了要通过这样 我当然我没有办法无力反对了 但是我只是说就这个 整个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 政委员是这样 就是说 王定义委员的版本 比你说的 更严格 就是说 他甚至于连意图 他都不管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图 对了 就是标准更宽 就是规定的更严 对人的要求更严 对台湾人民的要求更严 甚至于我不管 你有没有意图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图 只要你替中国发展组织 我就罚了 完全不允许台湾人民 替中国发展组织 这个是王定义委员的版本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 我们要讨论的是 我们是不是允许台湾人民 替中国发展组织 不管他是什么组织 好 不管他是什么组织 那现在的版本 现行制度 是完全不允许 好 是完全不允许 那 未来我们要允许吗 我们既然修了这个法 我们要放宽吗 我是反对放宽 现行的法 是要有意图危害 现行的第五条之一 是要有意图危害 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 才有处罚 才有这个刑责及病科罚禁 现在是不是要再放宽 放宽也就是要更严格的去 就不要把意图危害 因为这是因为这是设计 放在国家安全法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这个 这是政策了 这是整个是政策 不是我们几个人 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决定 对这是政策了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因为这是政策 所以还是要法务部司法院 包括行政院回去应该要 因为今天层级都很低了 所以应该真的要回去去做一个 这是国家的政策了 好那我想这一条很难有共识 那我们五之一这条就先保留了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就五之二讨论完之后 我们再散会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五之一就先保留 那接下来讨论五之二 五之二是陈其迈委员的提案 那是不是先请国王部说明一下 国王部你们有不同的意见 没关系坐着那个麦克风就好了 赵魏各位委员 官部报告 那个有关于陈委员所提的提案 那我官部的意见是这样子的 因为那个法案 在那个地方法院 或者高等法院在判刑的时候的内容 我们都看不到 那法案判下来的时候 有主有仇 然后罪有重有轻 所以我们建议说 是不是还是要有那个 判罪的刑度有比例原则 好比说像我们之前定义的条文 里面有规定就是 你只要达了七年以上 然后剥夺百分之百 然后三年到七年剥夺五十 然后二年到两年到三年剥夺三十 然后一年到两年剥夺二十 用这个刑度方面来规范 他的那个判罪 那个剥夺的终身奉的部分 这第一个报告 第二就是陈委员所讲的 有一条就是说 自应以实行犯罪时间开始计算 那这个我们官部计表同意 因为我们官部现在法律是想是 从判学确定之日开始计算 这个可能会往前追 追到犯罪的时间点 那这个如果说要规范它 让它更能够守法 这个国防部计表支持 以上两点说明 好我想国防部的意见 他们今天有书面资料 那他们的意见就是 还是要有那个 照上一次审查的意见 是105年11月份的 好这个是国防部的说明 那另外那个全序部 全序部副市长 我们全序部对于公务人部分 因为认为说现在公务人 不论是现行的公务人退休法 或是今年7月1号要实施的 公务人退休之前抚恤法 其实对公务人如果犯内乱罪外患罪 已经判刑确定 其实他就是规定要上司领受退离给的权利 那另外如果说公务人在职期间 他有犯贪毒 或是假借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 犯其他罪的话 经判刑确定 他是就是依照刚刚 国防部讲的那个行度 他依照他的行度去致死剥夺 或是减少50% 减少20%或是30% 那所以我们为了说 如果说 当然我们原则建议是说 我们现行已经有规定 所以呢我们是希望不需要 再另外在国安法这边定 那如果说一定要在国安法这边定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 是不是参照我们现行公务人退休 之前抚恤法 还有现行公务人退休法的一个版本 就是说上次全体文会 出审的一个初步的结论 用这样一个版本 再去着作文字的修正 因为上次这个条文 出你的时候 因为是在会场上你的 所以有一些还是有不够周远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说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修正条文 也请委员参考 好 那个群序部的建议条文 各位委员手里有 来看一下 没关系 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好 那个古拉斯委员 只是要表达支持前期卖的版本 因为我又有连署支持 好 那个郑天才委员 当然这个刚才前序部讲的那个部分 我是没有参与 所以我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前序部 前序部这边要思考的 不管是未来其他相关的法律 或是要去思考的是说 这个中公教的退休金 中公教的退休金 不是全部是政府 手指 他有他自己每个月提交的 你必须去思考这个部分 是不是要这样子定 或是其他的相关法律 是不是要这样子定 前序部也必须去思考这个部分 然后当然这个条文就 既然前面都保留 照全序部的条文 前部的条文就送保留 照全序部的条文 替中国做间谍 判处三年以下 还是照拿50% 我觉得这个条文我无法接受 我没办法替你们背书这个 你知道吗 替中国当间谍 只因为他判刑三年以下 我觉得那种行为是完全不能做的 而且还是军公教 你是国家耳鹿耳缝 人民养你们的 你们去替中国收集机密文件 还在那里讲刑期区分 还要给你50% 搞什么啊 这是一个国家吗 公务员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还要保障他 给他50%的终身份 让他去替 关完三年以后再养他一辈子 我不敢背书 全部保留 好 那个古拉斯委员 我有在支持这个管委员的意见 的确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 其实这是国家安全法 这是国家安全法 那么没有说 有人犯的这个比较少 这有一点50不孝百步的感觉 那这个不管他是被判几年 都是不能被容忍 不能被忍受的 好 陈其迈委员 等你发言 这个对啊 这个是 我们全序部是有 这个 内部有跟其他的部会 做过讨论吗 还是 那个副市长 林副市长 没有跟各部会讨论过 部长看过吗 今天当然的东西 部长看过吗 就是说我们是签准的 才拿过来的意见 你是参考其他的法案 是参考现行的工人退休法 跟工人退休之前抚恤法 那我们这个修正 那个本席的修正条文 就有关这个 追缴的这个部分有什么问题吗 在这个适用法律上有什么 譬如说有没有违反其他法令 或者是抵触宪法规定或什么 有没有 因为如果说依照委员的版本的话 其实就第三项来讲 第三项其实讲第一项有关 应该是丧失 第一项没有讲到停止 所以这边如果说丧失的话 因为刑法赌值罪章的话 在我们的工人退休法 跟那个工人退休之前抚恤法 都有定说 如果是犯刑法赌值罪章的罪 它是有分那个刑期 去看是要剥夺或减少 那如果说万一就是同样一个罪 那如果是用国安法的话是丧失 那用我们公人退休法又是 就是照行度去剥夺或是减少 两个就会有禁合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建议说 可不可以依照我们的 现行的法令去规范 这个是一个特别法 所以在一些包括国家机密保护法 或者国家情报工作法里面 才特别拿出来做规定 所以你们至少 这个部分你要去会其他部会 你至少教育部啊 国防部啊 或者是这个行政院 你都要稍微会一下 你们都没有会 然后这个条文就建议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对不对 因为刚好陈委员也在了 我一方面也是跟陈委员交换意见了 就是以知灵者追缴的这个部分 我倒觉得 那个部分我们可以有所考量 因为有时候确实 自人与死也说不定了 人家也无法被追缴了 所以那个部分我倒觉得 我们可以另做考量了 那另外就是那个刑法独职罪章 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拿掉 就没有刚刚权虚部讲的问题了 好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 可以回归刑法 这部分可以回归刑法 就是因为它是独职罪嘛 它跟我们国安法要规定的 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罪 类似间谍罪 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刑法独职罪章 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可以拿掉 但是国家机密保护法呢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 那个应该要放进来 如果跟国家机密保护法 进合的时候 我觉得要依国安法 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犯国安的罪嘛 就要用我们这一个特别法 就是陈委员的意见这样子 所以 全聚部应该 我是认为全聚部应该 他要做比例原则的 你去放错了地方 哪有说替中国当间谍 我还要按比例给他 给他那个退休凤的 好 反而是追缴的地方 你去按比例或者是不追缴或者是什么 那个我们都可以接受 那独职罪章你拿掉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拿着这个条文出来 我认为是重大的 这个挑选我们 这个主流民意 好不好 这是我的意见 好 那个请慢用先等一下 我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 那个我们在那个 第九届第二次 第二次内政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的时候 那时候主席是赵天龄委员 然后那时候修正的 这个条文 就是请各位翻那个 国防部的今天的书面资料 今天国防部的书面资料 各位翻一下 的第二页 第二页 就是那个第九届第二次 那时候的出审的结论 那今天那个全序部 拿出来的这个结论 跟当初的这个是 差不多啦 跟各位说明一下 然后那时候 是那个肖美琴委员 有提案 提案是照 是依照肖美琴委员的提案 做修正的 但是跟肖美琴委员的提案内容 差很多 我现在有看当初的资料 那今天那个陈其脉委员提案的 是完全没有那个什么 判几年比例原则的问题 这个 这个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个陈其脉委员 我做两点补充 第一个就是说我的版本 所谓的这个追缴的部分 并不是他过去领的全部都追缴 是从他的犯刑的 犯罪的时间开始计算 也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去泄露国家 今天那个是起算点 因为在这个犯罪调查里面 这个犯罪的时间点一定会详细调查清楚 那就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来追缴 那之前这个部分 我们就没有做这个追缴的处理 那第二个就是说 相关的这一个 这个包括国安法 这个或者是国家情报工作法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 第一个国家忠诚义务 那第二个当然也涉及到 国家的安全 所以他 我是认为说 这个部分当然可以 这个部分当然可以做一些调整 但是因为必须考虑到说 他所涉及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范围 跟这些罪责 所以我才在这里做一些特别注意 那其他 这个几年以上几年以下 这个其他本来在其他的法令的规定里面就有 也就是说 涉及到国家安全或 这个国家重大利益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本来他的相关的处理 就应该是 要比较 做一些比较严格的 一些处罚规定 这个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委员会能够支持 五之二条 我的修法法 至于管闭令委员所提的 这个可以拿掉没有问题 就是说 刑法 刑法那个部分就拿掉 就特别针对 国家机密保护法 国家情报工作法等等 这个部分来做处理即可 因为在国安法里面规定嘛 对 那个 郑天才委员的意见是 我们这一条先保留了 中学商这样子 那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 那个第九届第二次的这个出审 那个修正后的条论 我们现在也还在协商了 那是不是 我们把那个 陈其麦委员的这一条 我们也是保留 变案协商 陈委员这样子可以吗 我是 是看看陈委员怎么想了 那我个人的话 我是支持说 把那个刑法独职罪章拿掉 所犯 国家机密保护法 就是把那个刑法独职会章拿掉 然后呢 且同时宣告 此夺公权 拿掉 就直接是判处图刑 而未经宣告反刑确定 者准用之 好 这两个拿掉 那如果说追缴是犯罪以后的部分追缴的话 那我也觉得同意 我倒是建议说既然是要出委员会协商 不如就 我是建议说照我刚刚那样修正 如果陈委员也同意的话 我们就这样子出去 反正也是协商嘛 那这条今天就让他也修正通过 然后一起去协商这样子 因为这个在赵天宁委员在第二会起的时候 第二会起的时候 也做过一个条文的修正 这条 也有做一个修正条文 所以陈委员的版本 就并这个 第九届第二会起 第十三次委员会议 出审的 赵天宁主持的那个条文 并按协商 并按协商这样 那个郑委员 因为那个赵天宁委员那时候是通过的 他是修正后通过 所以我想那个广委员的意思 应该就是依据陈其脉委员的这个条文 修正后我们通过之后 到时候再去协商嘛 应该是这样子 好不好 赵天宁的目前也是还在协商 他是通过的 他是通过之后 现在还在协商 就是哲中这样嘛 我建议嘛 就是说通过 然后跟赵委员过去通过的版本 并按协商啊 这样可以吗 好不好 这样这样一样都是 还要协商嘛 好不好 好 那 广远你的部分 广远你的部分我再念一下好不好 就是那个系刑法赌值罪章 这个不要 再来就是 且同时宣告此夺公权 这个也不要嘛 好不好 然后那边那个斗碟也不要 斗碟那个也不要 这样子可以吗 好 好 那我们就照这个 管委员的这个意见 修正后通过啦 那并赵天宁委员 第九届第二次修正后通过的 并按协商 这样好不好 好 可以 齐麥委员 OK啦 好 好 那个 管委员 OK 好 好 那我们 来 好 先读协商结论 先读协商结论 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第五条之一保留 第二条之一文字修正为 人民不得为恐怖组织外国或大陆地区行政军事党务或其他公务机构或其设立指定委托之机构民间团体个人刺探收集泄漏或交互 关于公务上因秘密之文书图书消息物品或电池记录组织 国发展组织 第五条之二 第三项删除 第三项删除 系刑法独职罪者 罪意 以及且同时宣告此夺公权者 其以照委员 陈其迈等人提案修正通过 先读完毕 国家安全法第二条之一 第五条之一 及第五条之二 条文修正查案 并按审查完毕 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讨论 本案需经党团协商 请推派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 本案时做补充说明 好谢谢 推派红综艺委员于院会讨论时 做补充说明 讨论四项第二案 系请愿案 请宣读 请愿文书案 正化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刘宇成 为请立即决议通过其所提 台湾特色社会转型正义时期 国家安全法 请愿文书 参考意见 请委员于审查国家安全法时参考 本案不成为议案 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第67条第二项之规定 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请愿会存查 并通知请愿人宣读完毕 本请愿案 需针对国安法之陈请 请委员于审查国家安全法时参考 本请愿案不成为议案 有无意义 若无意义 我们决议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 第二项规定处理 好 现在上会 谢谢 拜访 主席 感谢观看